守护了23年清白的富家千金 却被迫嫁给了一个乞丐 而当千金闺蜜得知此消息后 竟将消息公固给各大报社 使得千金家族一夜间丢尽脸面 只因这一切都是他为了打压千金所设下的圈套 可令他没想到的是 眼前的乞丐竟是活了万年的不朽先帝 此刻只是下界历练繁星 第99章 拍卖会场中的黑袍人 那女人对苏然三人面露不屑 尤其是打量苏然时 那羡慕的小眼神 让人毫不自在 女人心中暗惊 这苏然明明不是修士 自己站她跟前 竟让她心里感到受挫 不就是肌肤白嫩 身材比自己性感 胸前多挤两肉 腰细腿瘦长歇而已吗 她自认为 这种繁俗妖艳会有什么了不起的 自个那可是拒魂镜修士 苏晓宁见苏然眉头紧锁 便是要上前理论一番 你这人怎么这种态度 这般跟我家董事长没有礼貌 我们苏氏集团 好歹也是受邀前来 不过是一个慈善拍卖会 有什么了不起 那女人抱着的双手 嘴角不由歪起了一个 极为不屑的角度 上下白了苏然一眼 又是说道 行了行了 你们若是心中不满可以离开 又没人求着你们留下 不过是凡俗蜂蜂罢了 别以为长得一副天仙模样 就真以为资格不凡 说着完便扭动着小屁股离开了 入小仙再忍不了了 当即暴跳如雷 气煞我眼 说完便仰起小手 又要使出恐怖手段 苏然赶忙将她给拉回了怀里 小仙 先别挠 陆小仙怒道 主母大人 你快快放开本仙 竟敢藐视于你 那就是看不起我 他喵的 本仙今日非得平了 这破烂地不可 不论怎么说 现在苏然可是他陆仙剑的保护对象 换句话讲 若不是世间有苏然 恐怕他陆小仙再过个几万年 都一定能遇到苏醒的机会 区区下界蝼蚁 胆敢这般大不敬 不灭了此方 实在是难消他心头之怒火 苏然急忙道 你忘了天生之前跟你说的话了吗 他让你小心行事 免得隐瞒那什么鬼族修饰 听到这话 陆小仙那愤怒的小脸随之一愣 心中的怒火也在此刻间熄灭了下去 但他依然不肯放过离去不远的女人 只见他小手略微一指 便有一道不可察觉的剑气迎击而出 下一刻 那女人神色突然一震 紧接着瞳孔逐渐涣 砰的一声直挺挺地 倒在了坚硬的地板上 诶 发生了什么 周围的人群见得如此 皆是迎上前去查看 主办方的几名修士闻讯赶来 结果发现那女人竟然死了 刚修炼稳固的神魂 竟是被某个存在抹灭 主办方几名修士 神色不由骇然 目光惊恐地扫了会场中的众人一眼 这次前来参加的诸多事例不一般 兴许是这名工作人员 无意冒犯了哪位 而周围的人群 只是看了一眼热闹 便没再继续在意了 毕竟在座的大多都是修士 早已见惯了生死 苏然神色冷峻地 看着几人将那女人抬走 随之也便没有言语 倒是一旁的苏小宁 看傻了眼 片刻后 苏然与其平静道 好了 我们此次不过是来碰碰运气 如果真没有值得出手的质宝 那我们就回去了 说罢便带着两人坐到了位置上 抱着双臂 翘起二郎腿 安静地等待着拍卖会的开始 此时 在会场某个不起眼的角落里 坐着一名掩盖容貌的黑袍人 正用着悄然的目光 看向了苏然三人 黑袍人心中显然有些诧异 苏然竟然会出现在这里 但让他更为好奇的是 那林天生居然没有跟着前来 尽管心中疑惑 可接下来也没有去过多在意 而是缓缓收回了目光 嗯 苏然在冥冥之中 察觉到了某个头来的目光 便是小脸惊诧地看向了远处的角落 可他并没有发现任何的异样 刚才的那一瞬间 似乎只是一个错觉 怎么 主母大人 坐他边上的陆小仙 见他神色些许凝重 便好奇地开口询问道 苏然文言随之收回了目光 说道 没什么 不过多时 金台上的主持人 一通客套话结束后 拍卖正式开始 第一件拍卖品 是一对看起来非常漂亮的耳坠 诸位 第一件拍卖品来自三千年前 一名已经陨落的原因七强者 带过的耳坠 其中兴许会隐藏着什么绝世功法 起拍价为五亿 在座有感兴趣的 请出价 随着话音落下 很快就有人举起了牌子 经过一番激烈的抢拍竞争 那对耳坠 到最后竟然卖到惊人的三百亿高价 让一旁的苏然跟苏晓宁都吓得目瞪口呆 上古原音七修饰的耳坠 竟然能卖到三百亿 心想这钱也太好赚了吧 即便是要给出一半金额做慈善 那么也得有一百五十亿了啊 陆小仙抱着两只小手 满脸的不屑 对于他而言 这些连垃圾都算不上 苏然震惊许久 随之突然开口说道 妈爷 如果真是这样 那卧龙他们穿过的衣物 岂不是能值不少钱啊 又比如薛元诺穿过的黑丝啥的 拿到此处进行拍卖 会不会引起哄抢呢 想到此处 苏然又将惊讶的目光 投向了边上的陆小仙 心里想着 这货的衣物 兴许更是重量级吧 当然 林天生的他 肯定不去想 在他苏然眼里 哪怕在值钱他也不能给别人 门都没有 陆小仙察觉到苏然那不对劲的小眼神 不由得心头一紧 两只小手赶忙忽在身前 有些惊慌失措地问道 主母大人 你 你想要干什么 苏然顿了一顿 随之嘴角扬起一抹狡诈 说道 小仙 要不 试着拿你的小奶奶 听闻这话 陆小仙连忙闭起眼睛 小脸通红地 连连对苏然摆手 呀我不要 主母大人 你怎么可以这样 本仙知贴身衣物 如何能让这些下界蝼蚁拿去亵渎 苏然甘大一笑 嘿嘿 我只是说说而已 陆小仙没好气地说 你怎的不想着 拿神上的东西去卖 他用过的东西 那才叫是真正的珍贵 苏然脸色一冷 说道 不要 他的一切只属于我的 接下来 也便没了这个想法 随着时间的推移 拍卖进行得如图如火 其中并没有能让陆小仙 感到兴趣的东西 直到有一块 刻着天道二字的铁牌子出现 这才引起了陆小仙的注目 不禁脱口出 那玩意儿 如何能有天道 使一丝的气息存在 第100章 气息全无的大剑 苏然那可人的双眸顿时一亮 连忙问道 那是至宝吗 他心里想着 自己这次若是能给林天生 带回去一个惊喜 倒也不枉此行 陆小仙目光直勾勾地 盯着台上的天道令牌 轻轻地点了点头 但随着又猛地回过神 摇了摇头说道 说实的话 也不完全 此方天地的天道史 应该已陨落 灵气这般稀薄 最多只是 值得收藏的物件吧 尤其是 对于我们而言 那更是没有多大的用处了 恐怕在神上眼里 就连仙界的一块 普通石头都不如 苏然跟苏晓宁听闻如此 脸色上现出茫然 随后又是似懂非懂地 点了点头 心中又不免有些失落 如此一来 那就不算的是什么至宝了 主持人道 这块令牌年代久远 不可追溯 上面刻的天道二字 更是尤为不凡 话不多说 起牌价为十个亿 话音落下 那一直安静 坐在角落里的黑袍人 终于出手了 只见他举起了牌子 喉咙里似乎卡着一口弹 用着无比嘶哑的声音 道出 十五亿 听到这语中不同的声音 苏然眉头紧锁地 朝他投去了一道 无比凝重的目光 他心里总觉得 这装扮奇怪的人 是他所认识的 但一时 又无法能察觉出是谁 好 有人出嫁了 十五亿第一次 有没有人出嫁 主持人手里拿着小锤 声音尤为洪亮 二十亿 就在这时 场中开始有人出手抢拍 在座的都不是一般人 底蕴深不见底的 大有人在 只要有看上眼的东西 即便是几百亿上千亿 都不放在眼里 更别提 是这小小的几十亿了 但苏然发现 不管别人出多少价 那黑袍人 始终都毫不犹豫地 举起牌子还价 心里不由嘀咕 要不自己 也出嫁拍一拍 正当他下定决心 准备举起牌子 掺和一脚之时 放在双腿上的手机 突然间发起了震动 苏然经过神打眼一看 发现屏幕上显示的 居然是亲爱的老公 苏然赶紧拿起手机 按下接听 低声细语地道 喂 老公 手机那头传来了 林天生那富有雌性的声音 别拍 让他 听闻这话 苏然顿时一惊 难不成林天生也来了 他不是说不来吗 随之神色诧异抬起头来 扫了整个会场一眼 却是没能看到 林天生的身影 又是问道 老公 你在哪呢 林天生声音 有条不紊地说道 我在会场外面等你 那块牌子 让那黑袍人拍走 等会结束了 我会跟你说 苏然心中 即便万般疑惑 但还是点了点 投印了下来 好的老公 我知道了 说完两人 便挂断了电话 刚放下手机 便是发现 上一轮的拍卖 竟然结束了 他急忙看向那黑袍人 所在的位置 那黑袍人 果然消失不见 心底不由着急 拉着一旁的陆小仙问道 哎 刚才那人呢 那黑袍人 他第一次见 就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况且还引起了 林天生的注意 想来肯定是自己所认识的 陆小仙小脸色 很是茫然 疑惑地问道 主母大人 你问的是什么人 苏然急得站了起来 扫了一眼并无发现 便是说 就刚才近拍那块牌子 黑袍人 苏晓宁跟陆小仙听闻 皆是不解地看着他 见苏然东张希望的 苏晓宁便是说道 这回应该是离开了吧 上一轮那牌子的成交价 是150亿 那人估计就是冲着那东西来的 苏然听闻 脸色凝重地坐了下来 心想回去再问一问林天生吧 接下来的几轮近拍 苏然都是心不在焉的 直到一把通身橙色光泽 样式不凡的大剑抬了上来 那把剑 没有任何的气息与灵域 静静地躺在拍卖台上 那把剑的出现 让一直不以为然的陆小仙 双眼逐渐瞪大 而后脸上布满了 极大的不可思议 不禁缓缓起身的同时 还使劲地揉了揉自己的双眼 直到完全确定 当即激动地浑身哆嗦 小手拉了一拉边上的苏然 指向了那把橙色大剑 语气低颤道 主 主母大人 那 那是我三姐 绝先剑 刚听闻这话 没在状态中的 苏然神色顿时一惊 立马如同垂死病中 经坐起一般来的精神 他瞪大双眸 顺着陆小仙所指 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大剑 便是严肃问道 小仙 你真没看走眼 陆小仙眼眶湿润 哽咽道 不会有错的主母大人 我三姐的气息全无 只剩下本体了呀 就在这时 主持人再次发话了 只见他装模作样地咳嗽了几声 润了润喉咙 便是高声说道 诸位 今日的重头戏要来咯 可别走了神 说着又指向了那大剑 又是说 这把剑 是约翰国的某位修士 付出了家族被覆灭 自身重伤的情况下 从约翰国那边偷过来的 传言这把剑 可追溯到几千年前 据说当年天险异象 这把剑携带恐怖危能 忽然从天而降 仅是落地 便斩断山川 阻断河流 令方圆几千里内 生灵涂炭 直至今日 那中心地 仍是寸草不生 听到这话 在场的所有人 无意不适流露出了极大的震惊之色 这般说来 这把剑 恐怕是把远古地兵啊 什么远古地兵 从天而降的 那应该是仙气了吧 这把剑我足是在必得 场中一片造杂议论 一副 要争夺到底的架势 陆小仙急得想立马出手硬夺 可突然回想起 林天生提起的鬼族仪式 又让他变得冷静了下来 想了一想后 便满脸认真的对苏然说道 主母大人 请务必要将我三姐带回 苏然脸色一沉 精致的小脸上 布满了从未有过的认真 交给我吧 小仙 想到这次好在有备而来 让苏晓宁准备了将近千亿的资金 应该不成问题 可以说是 除了给林氏集团准备的五百亿外 苏家的全部身家了 主持人大喝一声 诸位请安静 现在开始起拍 底价为五十亿 话音刚是落下 场内立马有人争先恐后地起了牌子 一百亿 第一百零一章 原来妖兽内丹 还能这么用 苏然脸色冷峻 毫不犹豫地 便举起了手中的牌子 他生怕离得太远 主办方看不到 用悦耳的高声喊道 两百亿 听闻这从最后方传来的动听声音 在场的众人皆是扭过头看去 便是见得坐在最后方的 竟然是三名美若天仙的女人 其中的苏然 仅是打眼一看 便是能让人察觉到了他那惊人的气质 而他散发出来的冰冷气息 当真又是一股神圣不可侵犯 只不过多观察一眼 却又未能从三人身上 察觉到丝毫的修饰气息 就连名武者都不是 这是哪方势力 竟如此寒酸 竟然派来三个凡人 管他是哪方势力 想来也没什么大的能量 这两百亿估摸着 已是全足之底蕴了 那小娘皮倒是生得可人 等会拍卖结束 定要前去认识一番 一时间 众人对苏然三人 纷纷平头论足 陆小仙语气不悦道 看什么看 若是没人出嫁 那件就归我家主母大人了 场中几人不屑一笑 在座的诸位 哪一个又不是有头有脸 若不是 看三人有几分姿色 哪能容你这般无礼 区区两百亿 也好意思举牌子 我出二百五十亿 三百亿 四百亿 近拍进行得尤为激烈 各个皆是不肯错过此次造化 要知道 光是那把剑的造型就不一般 哪怕是没有任何的气息 可第一眼就能让人印象深刻 况且在此之前 他们这些人当中 有很多人早就提前收到了消息 全然是奔着 这把剑来 哪能轻易放过 六百亿 苏然脸色上波澜不惊 再次举起了牌子 然而到了这个价位 在场的诸多势力 都开始纷纷衡量了 现在天地灵气一年不如一年 在将来不久 留给后人的 不论是什么无上法宝 恐怕都不如金钱来的重要 因为在手中 也发挥不出太大的威能 而这样的想法 不过是一些底蕴 不够深厚之人自个的想法 六百五十页 一名青年 也是没有任何的考虑 非常坚定地再次交加 完了之后 还不忘扭过头冷冷地 看了苏然眼 随之又回过头 对一旁的一名中年人说道 牛老 去查查他们的底细 边上的中年人肃穆道 是 大公子 说吧 便匆匆起身 离开了会场 也是在同时 场中很多势力 都开始将注意力 放到了苏然三人身上 这些势力 已经不打算叫拍了 而是默默地看戏 虽然没那么多资金进拍 但可以再事后做些什么 此时 在一旁的苏晓宁 也是急了 急忙开口劝阻苏然 董事长 我们集团最近好几个分公司 才刚刚起步 到时候 还要花费大量 资金用于周转 苏然神色一如既往的冷峻 对苏晓宁的劝告不问不顾 当即再次举起了牌子 喊道 七百亿 这可把一旁的苏晓宁 都快给急哭 心想着什么劲啊 如何能让苏然 不顾苏家破产 也要死磕到底啊 正当全场安静的片刻间 一名白发苍苍的老者 突然笑道 哼 小女娃听老夫一句劝 这里面的水太深 你们把握不住的 不如就此罢手吧 说完后便举起了牌子 与其十拿九稳地说道 我南都陈加出七百五十亿 外加上一颗金丹七 妖兽内丹 此话一出 厂商立马引起了一大片哗然 什么 七百五十亿竟然还外加一颗 金丹七妖兽内丹 金丹七的妖兽内丹 何其珍贵 真不愧是南都的本地龙头 底蕴果然不是我等所能抗衡的 这一下 就连刚才的那名青年都不禁看向了那老者 老者与其对视一眼 便是和蔼地呵呵笑道 北都剑家的大公子 如何呀 念在你家老爷子 与老夫千年交情的份上 不如今日这把剑 就让与我陈家如何 那青年脸笑若不笑地说道 陈老爷子 您陈家年轻一辈是无人了吗 如何能让您老亲自前来 现在是我们年轻人的时代 今日这柄宝剑 我剑无极断然不能让 区区一颗金丹七妖兽内丹 也妄想争得今日这宝剑 说罢便又举起了牌子 我北都剑家出750亿 外加两颗金丹七妖兽内丹 剑无极 话音刚是落下 在场的所有人 无意不是被震撼在了当场 在这个末法时代 拥有修为的妖兽 极为罕见 强大一些的 无意不是找个隐蔽的地方 躲起来沉睡 要寻到一只巨魂镜修为的妖兽 尤为艰难 更别提是金丹七的妖兽了 再者说 在同境界中 金丹七妖兽的实力 可是比人族修饰的 还要强上不少 先不说能不能找到 就算找着了 若是没有原因进的修为 想要成功猎杀一头金丹七妖兽 基本不可能 金丹七妖兽内丹何其珍贵 北都的剑家 居然舍得拿出两颗 当真是让人望尘莫及 剑无极这么大的手笔 就连刚才陈家的那老者 也不由地皱起了眉头 开始在心里衡量了起来 正当众人被剑无极地出手震撼之时 苏然跟陆小仙 则是一脸猛逼地看着众人的反应 金丹七妖兽内丹 心想 那玩意儿居然这么好使 两人心想一处 不约而同地对视了一眼 陆小仙赶忙从裤袋里 掏出了两颗妖兽内丹 其中一颗是金丹七牛腰的内丹 另一颗则是原因七大圆满的虎妖内丹 苏然跟陆小仙四目相对了一眼 随之又不约而同的眼嘴偷笑了起来 约莫笑了片刻 苏然神色突然又是一冷 立马高高地举起小手中的牌子 喊道 我将男苏家出一颗原因七大圆满的妖兽内丹 哇 此话一出 会场之中瞬间沸腾了起来 见无极与陈家老爷子 更是脸色震惊地扭过头看向了苏然三人 那主持人愣在原地片刻 随之又猛地经过神 脸色怒道 放肆 而等可知 原因七大圆满的妖兽内丹 有多么珍贵 居然敢扰乱拍卖会场 来人啊 把这三个胡说八道的妖艳见货 给我插出去 陆小仙愤然起身 小手里紧握着妖兽内丹怒声道 睁大你们的狗眼瞧清楚了 看看我手中拿的可是真货 第102章 李卫之女 陆小仙手中的妖兽内丹 正散发出一道耀眼的金黄色光泽 瞬间内 整个会场变得鸦雀无声 所有人的目光皆是直勾勾的盯着那枚内丹 脸上布满了不可置信 已然被惊得目瞪口呆 竟然是真的 陈家老爷子那浑浊的双目颤抖不止 纵使是他难兜陈家的家底深厚 也拿不出这等级别的妖兽内丹 若是将这颗内丹练化 修为必定是能提升一个小境界 并稳固上千年 实乃天大的造花啊 原因七大圆满的妖兽内丹 竟是这般耀眼与夺目 今日能亲眼目睹 是我等之荣幸 人生已然无憾 在场很多修士 是在这末法时代修炼上来的 别说是原因七的妖兽内丹了 就连金丹七的妖兽内丹 都没能见过几次 全然像是没见过世面的土袍子一般 下愣在了当场 可殊不知 这内丹放在陆小仙这里 不过是一些小球玩物 随手便可丢弃 成交 马上成交 主持人再次回过了神 神色激动不已 也不再询问他人 是否还要出嫁 手中的小锤子接连锤下 就生怕苏然跟陆小仙会反悔一般 接下来 在一众诧异的目光下 场内的几名工作人员 将决仙剑 给装进了一个外观精致的长盒子里 抬着盒子一路小跑 来到了苏然三人的跟前 并递给了他他们 笑容谄媚 态度毕恭毕敬地笑道 诸位请拿好 陆小仙满脸得意 随之一只小手接过了剑盒 另一只小手将内单放到了工作人员的手中 苏然笑说道 早知道这些内单如此之前 一开始就拿出来好了 但好在成功买回了你三件 我们走吧 说着便带苏小宁跟陆小仙 朝会场出口走去 苏小姐 请稍等一下 正当这时 一名美女带着两名黑衣保镖 迎到了苏然人的跟前 直接拦住了他们的去路 苏然眉头一拧 随之上下打量了这女人一眼 她一袭火红色的低胸连衣包臀裙 容颜上等 看起来约莫二十六七的年纪 贵妇气质 你是 苏然在脑海中回忆许久 却没有得到 有关于眼前这个女人的半点信息 女人微笑着伸出了手 开口说道 我是来自京都李家的三千金 李寒一 我父亲名为李卫 与你家丈夫也有些渊源 听闻如此 苏然这才一副恍然大悟 紧接着跟李寒一握了握手 李小姐你好 心里却想着 在刚才的时候怎么不过来打招呼 这回自己都快要走了才过来 恐怕也没安傻好心吧 只不过 碍于他父亲是龙组织的李卫 苏然明面上还是表现得尤为客气 李寒一又是笑着说道 刚才实在没能认出你来 还请苏小姐多多包涵 苏然微笑道 李小姐严重了 只不过 我现在还有事不便多聊 日后有机会 我们再好好拒绝 说完后便带着苏小宁 跟陆小仙快步离开了 诶 苏小姐 李寒一还想留下苏然说些什么 可那女人腿推长 哪怕是穿着细高跟鞋 走得那叫一个飞快 性感的小屁股 一扭一扭地就走远了 望着苏然三人远离的背影 李寒一的脸色 瞬间沉了下来 在此之前 他父亲就跟他提起过江南的事情 说什么江南的苏家万不能惹 哪怕是沾染一丝 都有可能会引来灭门之灾 如今看来所言非虚 他一介凡人 如何能拿出一颗 原因漆的妖兽内丹 想来这女人背后的跟脚与支撑 是那从未谋面的林天生 修为必定是尤为强大 正如他父亲所提到的那般 此次 他不过是想要通过与苏然 与那修为深不可测的林天生 结识一番 哪怕是能在暗地里 成为他的即兴之物 将来也能让李家受益匪浅 但凡实力强大的修士 哪个又没几个女人 只是这苏然 竟然这么不给面子 连个名片都不留 当真是不给他李寒一丝毫的机会 心中暗道 他虽然若不是傍上了林天生 这种大修士 今日他李寒一 又如何会屈身前来 主动与他打招呼 一旁的两名保镖低声道 三小姐 我们要不要 李寒一细想片刻 随之轻轻点头说道 悄悄地跟着就行 终究不过是个 涉事未深的小女人而已 殊不知 现在有多少势力 已经暗中尾随了 保镖听闻 随之又是问道 如果起冲突 那我们 李寒一冷笑一声 袖手旁观便渴 但要在他们死了 你们再出手 两名保镖点头一会 是 话音落下 两人身影便是一闪 此时 不光是李寒一的人尾随 几个势力都不想就此放过苏然离开 俗话说得好 才不外露 亦不可猖狂 随手就能掏出一枚 原因七妖兽内单 况且 还只是三个没有任何修为的小女人 这般做法 必定会引起诸多势力眼红 他们身上指不定还藏有什么质宝 再者说 就他们拍下的那把剑 已经能让诸多势力 甘愿冒着被灭族的风险 疯狂抢夺了 不过是三个凡俗女人而已 即便他们背后有 强大支撑 但我们只要 做得隐秘一点 也未尝不可 节节节节 从来没遇见过 如此人间有物 今日之艳遇造化 我哥三断然不能错过 尾随肃然而去的 可不仅仅是贪图质宝之人 其中还有三个 金丹七的彩花大盗 牛老办事这般拖拉 还不回来 也罢 我自己先跟着吧 北都建家的大公子 建无极心有不甘 在那出去打探消息的 管家还没回来时 依然不顾后果 暗中跟随了出去 然而 苏然并非那种 没脑子的女人 她自然早就料到 肯定会有人跟着 所以 这才赶紧离开 想要去找林天生 他们刚出了会场 便是看见林天生 一人安静地坐在 不远处的一棵榕树之下 老公 苏然脸色顿时喜悦 踩着细高跟蹬蹬地 小跑了过去 林天生见他们出来 便缓缓起身 跑过来的苏然 当场一头扎进了 林天生的怀中 将头身埋进她怀里 两只小手紧紧地 抱住了她 感觉 不管出了天大的事 只要林天生在她边上 那就什么 都不用害怕 这种安全感 可不是陆小仙等人 所能给的 林天生满脸温柔地 伸出一只手 轻轻抚摸着她的头 紧接着看了一眼 那小跑过来的 陆小仙跟苏晓宁 当看到陆小仙怀中 抱着一个剑盒时 脸色不禁诧异地说道 还真被你遇到了 第103章 陈家与剑家的意外联合 苏然抬起头来 美眸闪动地 看着林天生 眼中全是爱意 随后 又跟小鸡灼脸似的 连连点头 嗯嗯 是绝先剑 我厉害吧 林天生会心一笑 厉害 行了 这两只小手 便挽起了林天生的手臂 柔软的胶躯 紧贴在她身上 朝着自家的车子 走了过去 但奇怪的是 这里原本人来人往的 现在居然冷清得可怕 就连之前主办方的 那些保镖都不见了 站住 正当四人走到中途 几名修士蒙着个脸 闪到林天生 跟苏然的跟前 身后的陆小仙 连忙上前一步 神尚 让我来 林天生没有言语 只是跟苏然和苏晓宁 停在了原地 那几名修士的境界 参差不齐 其中有巨魂镜 也有金丹七 把身上的质宝 统统留下 几人语气不善 一副吃定了 林天生几人的架势 此时 暗处仍有诸多势力观望 心里全然都在打着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主意 陆小仙不多废话 小手一抬 便是朝跟前几人 射去几道剑气 砰砰砰 顷刻间 前来拦路的几名修士 原地化为了血物 什么 这是 如此一幕 皆是下呆了暗处观望的 所有修士 当即是汗流加倍 脸色皆是变得极其惊恐 心里都在暗自庆幸 好在刚才站在那里的 不是自己 那小女娃 竟是这般强大 恐怕修为 已经达到原因中期了吧 不 应该是杜劫大能 能在一眨眼的功夫 将活生生的几人 给打成了血物 这般手段 恐怕也只有杜劫期的 修士方能办到了 只有躲在角落里的李寒一 目光直勾勾的盯着林天生 果然 自己的父亲所言不假 就连苏然身边的小女娃 都这般强大 而自己竟不能有丝毫察觉 只是 林天生晋升的如此阴气逼人 身边居然只有一个苏然 看来再往后 自己的机会还是很大的 念及此 李寒一便带着两名保镖 悄然退去 因为在这个时候露面 搞不好会被那小女娃 给当成不怀好意 当场被其灭杀就完了 还有哪个不惜命 大可上前来送死 灭杀几名不长眼的修士后 陆小仙朝着周围 释放出了一道意识 她的声音宛若汉天惊雷一般 在所有人的脑海中 轰然乍响 一 听到脑海中的这道声音 躲藏在暗中的所有修士皆是 被吓得大气不敢多喘 瑟瑟发抖的洞 都不敢多动一下 尤其是那些原因期 更是怕得当场尿了裤裆 他们大多都是上古存活下来的修士 少说都活了一两千年 更甚至有接近万年的老妖怪 可就是活得越久 他们就越是怕死 在平时面对一些弱小 又或者是同境界的对手还行 但在修为比自己 高出不知多少个境界的恐怖大能跟前 简直是怕得骨头都要颤抖 想到辛辛苦苦修行几千年 请客之间就要化为乌有 谁不怕 见没人再敢出来 林天生嘴角上扬起一抹阴险 随后轻轻一抬手 一道幻阵悄然笼罩了此地 接着又是说道 走吧 说吧几人随即上了车 扬长而去 节节节节 林天生等人刚是离开 周围的所有修士 都像是吃了迷魂药一般 将那三名彩花大盗给团团围住 正朝着三人伸出魔爪满脸的吟笑 察觉到这些修士的目光不善 行为不对劲 三人之菊花不由易景 连连惊恐地后退到了一个角落里 瑟瑟发抖地抱成了一团 此时 他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刚才还好好的 这些人怎么再突然间 就变成这副德行了 诸 诸位 请冷静啊 我哥三可是大男人 万万使不得啊 三名彩花大盗 已然被吓得脸色铁青 没成想 今日采花不成 结果竟要反被他人采 况且还是一群大老爷们 各个境界都比自身高 想跑都跑不了 就连那原因期的陈家老爷子 以及那件 无疾都着了倒 眼见这般 哥三人举目无望 面露悲戚 今日这晚节 怕事难保 随之又瑟瑟发抖 抬起大定 准备迎接下来的暴风雨 声音低颤道 诸位道友 我哥三人从未有过这般 还望请恋爱 下手轻一点 结结结结 一众修士 当即如狼似虎般 争先恐后地 扑向了三人 三名彩花大盗 发出的惨叫 响彻云霄 场面令人望而生畏 但是了 此地仅剩下了 陈家老爷子 与那件无疾 清醒过来的两人 脸色无比阴沉恐怖 手上皆是沾满了鲜血 地面铺满了死人的尸体 让人无从下角 显而易见 但凡瞧见刚才之事的所有人 已被这一老一少 联手灭杀 可现在 仅剩的两人 开始针锋相对 陈老爷子与其阴沉 率先开口 见无极小友 今日之事 仅剩你我二人得知 如若传了出去 你我两家 必定会被世人一笑万年 见无极脸色 同样阴沉的可怕 陈老爷子 我见无极自然清楚 这其中的厉害 所以 正当气氛安静的可怕 两人又是一口同声道 你我二人 就此结为道理如何 见无极精朗 看向陈老爷子的目光闪动 陈老爷子 莫非你也 陈老爷子老脸不由羞红 别过头低声道 如果可以的话 往后再人后 请教老父亲爱的 如此胆大之事 即便是给他们设下换阵的林天生 都没有能料到 他在无意间 竟成就了一段天理难容的孽缘 与此同时 再回苏家的路上 苏燃好奇地对林天生问道 老公 你是不是跟随一个黑袍人来的 林天生也没有隐瞒 与其平淡道 没错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 他竟然也会去今日那个拍卖场 苏燃闻言 神色随即若有所思了起来 沉思片刻后又问 那他是谁 听此一问 林天生脸色一顿 随后说 我也不知道 他原本想将那黑袍人的身份道出 可当他想到苏燃如此看重两人之感情 现在要是告诉他的话 对他而言 未必是什么好事 苏燃听闻 小嘴撅了起来 好吧 但愿不是我身边的熟人 第104章 我就装得必要怎么了 林天生笑而不语 虽是无话 但却让苏小宁跟陆小仙 吃了一路的狗粮 苏燃早有困意 靠在林天生怀里睡了过去 直到下午 他们才回到苏家 车子停下 林天生抱着熟睡中的苏燃 与陆小仙一同下了车 苏小宁没有下车 而是对林天生说道 大姑爷 那我先回公司了 林天生点了点头 嗯 苏小宁刚走 林天生便是看到了卧龙凤厨几人 手里各自拿着皮鞭蜡烛 将一名中年人 给五花大绑的吊在大门前 正进行着审问 只听卧龙对被打得皮开肉绽的中年人 怒声质问 说 你在暗中鬼鬼祟祟的 莫不是想要谋害我家先生 与祖母大人一家 凤厨几人在一旁做事 快快说来 别逼我们动用手段 将你搜魂 那中年人泪流满面的道 诸位 我已经说了啊 我是北都建家的管家 千真万确 绝无半句虚言 你们已经问了一下午 也打了一下午了 要不咱换个问题 来问行吗 真别打了 在下实在是吃不消了 想他一名金丹七大圆满 半步圆英镜的存在 在北都 除了家主几人 谁人见了他 那不都得毕恭毕敬的 没成想 今日来这苏家摸个底 脚还没着地 便被这几个老六给逮了 你说逮了也就罢了 话也说老实了 可还是免不了一顿毒打 这会儿还嚷嚷要搜魂 当真是有苦难言啊 卧龙斗鸡眼一瞪 呆 你言不由衷 再吃我一边 说罢便又扬起手中的皮鞭 狠狠地抽了过去 跟随着啪的一声响亮 那剑家的牛管家 立马又发出了一声杀猪般的惨叫 几人这一鞭子下去 那可都是血裹着真气的 已然是将那牛管家 给打得皮开肉绽 怎么回事啊 正当几人全神贯注地审问 这牛管家之时 林天生怀里抱着熟睡的苏然 走到了跟前 见是林天生回来 几人神色顿时一惊 未免惊扰苏然 便是小声道 先生 此人出现在咱家周围意图不轨 正好被我等就地拿下 这家伙全身上下 只有一张嘴够硬 小的们正对其言行逼供呢 牛管家泪流满面地道 冤枉啊 我什么都招了呀 见他声音有些大 凤出连忙拿起地上的小半块板砖 给塞到了他嘴里 指着他鼻头小声道 嚷嚷什么呢 惊扰了主母大人 莫说是你贱家 整个北斗都得跟着一起陪葬 听闻这话 那牛管家双眼瞪大 连忙不停点头 不敢再发出半钉声响 林天生跟陆小仙见得如此 不由得汗颜起来 还整个北斗都得跟着一起陪葬 这都哪个男呢 林天生轻声道 先把他放下来 等会我再问他 说完便抱着苏然 带着陆小仙走回了别墅中 卧龙几人对林天生走去的背影恭敬道 是 先生 刚进客厅 薛原诺连忙迎来上来 刚要开口 可见到林天生公主抱着熟睡的苏然时 便又安静地站到了一边 林天生静止将苏然抱回了房 坐在床边先脱去他脚上的高跟鞋 而后轻轻地把他给放回了床上 隔好被单后 便捏手捏脚地出去合起了门 林天生刚是下楼 陆小仙便抱着剑合来到了他跟前 小脸色哭求道 神上 请让我三姐醒来吧 林天生神色漠然地伸出手 接过了陆小仙递过来的剑合 而后走到了茶几旁的沙发上坐了下来 随手打开了盒子 便是看到绝仙剑静静地躺在盒中 林天生目光一沉 随之说道 你们诸仙四剑当年被邪剑先帝等人 蛊惑背叛仙剑 意图颠覆整个仙剑 是要斩尽九重天 一重不朽仙 可曾想过会有今日这下场 陆小仙闻言将头深埋 低声道 那还不是因为你 如若不然 林天生出言打断 别扯这个 我亦不在此 陆小仙想了一想 便是说 圣者为王 败者为寇 神上 你说如何就是如何 反正落到你手中 打也打不过你 我只希望你能让我三姐重新醒来 林天生听闻如此 嘴角扬起一抹笑意 让你们苏醒 对于我而言并非难事 但往后 你们还是要与我为敌 那可该如何是好 陆小仙神色顿时一惊 连连摆手说道 神上 我们绝不会再与你为敌了 如若神上不弃 我诸仙四剑 可愿随从你左右 成为你之兵器 虽然 你已有赤锋毛 可终究是你之意念所生 见得陆小仙再次这般表态 林天生满意地点了点头 随后又说 我不缺兵器 但你那位小祖母缺 陆小仙闻言 立马就愣在了当场 片刻后方才说道 可祖母大人 他只是一介凡人 就连仙体都不是 如何能与我真正地 做到意念合一 他可是诸仙四剑之一 并非平常仙气 就算是平常的仙气 那苏然也无法使用吧 就不怕被建议反噬 林天生冷笑一声 你只需告诉我愿与不愿 陆小仙道 愿是愿 可是祖母大人他 林天生摆了摆手道 那就成了 但我说的可不只是你 而是你们四剑一起 陆小仙再次惊了 我们四剑一起 哪怕是当年的邪剑先帝 踏入不朽近三万年之久 都无法能完全驾驭他们四姐妹 那苏然屈去一介凡人之体 林天生没再理会陆小仙 而是将河中的绝仙剑 给拿在了手中 紧接着 又给剑身灌进了自己的仙气 哇 随着空间猛然一阵 那绝仙剑立马被林天生放了出去 绝仙剑飞到半空 旋即不停地翻滚起来 顿时 整个别墅大厅 橙色光芒大作 这 这就是传言中的远古仙气之威能吗 如此一幕 把一旁的薛元诺 给看得目瞪口呆 要不是林天生 早已提前布下防御法阵 光是绝仙剑此刻 所释放出来的威能 就能让这方圆千里之内的一切殒灭 并在万年之内寸草不生 随着光芒退去 那半空上的绝仙剑 已然幻化成了一名亭亭玉立的仙女形象了 她一袭清凉橙色短裙 相比陆小仙的稚嫩 这绝小仙一副冷峻的欲解模样 落地后 用着藐视的目光看着林天生 是天 你刚才说的那些话 本仙可是全听见了 话音刚是落下 在边上的陆小仙跟薛元诺 还没能反应时 林天生抬手 便是一耳光扇了过去 啪的一声清脆 啊 那绝小仙欲手捂着那种起来的半边脸 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在林天生跟前伸埋下了头 刚才的欲解模样 已然被委屈巴巴的小表情所取代 只听林天生微怒道 你一天天的 不装就不会死 绝小仙委屈地哭道 本仙都沉睡几千年了 刚苏醒装个B又怎么了 你居然就打人家 乌乌 第105章 不给你点下马威 你不知道错 林天生神色无语道 别装了 别人或许不知道 但林天生自个可是非常清楚 诸仙四剑 都是些什么玩意 绝小仙虽是一副冷艳 但这货的性子 带着一些逗逼属性 性格与自身容貌 形成极大的反差 严格来说 除了朱仙剑 其他三剑的性格 都与他们的身份不成正比 边上的陆小仙眼嘴笑道 三姐 你这算好的了 当时的我可不止挨一个大逼逗 绝小仙听闻这话 脸色立马微怒 抬起玉手 便给了陆小仙一个脑瓜崩 单手插腰 语气不悦到你个吃里扒外的玩意儿 你忘了当时是谁把我们四姐妹给打散了吗 如今大姐跟二姐在哪个嘎拉里受罪 还不得而知 你居然再次通敌 陆小仙捂着小脑袋道 三姐 当年之事 确实是我们被人利用了 神上是众仙殿最强战力之一 我这叫十时物为俊杰 算不得是通敌 绝小仙双眸一瞪 扬起手来便 又要打陆小仙 你还说 陆小仙下得赶紧一溜烟 跑到了林天生身后躲了起来 林天生神色冷漠地开口 闹够了没有 如何 想要替你主报仇 绝小仙闻言 便是停下了胡闹 又是说道 哼 那人不配做无主 不过是利用些手段 控制我四姐妹吧 无主那可是在天仓世界 已化到的通天神主 试天我告诉你 想让本仙成为一介 凡俗女人之兵器 门都没有 林天生微微叹息一声 随之不紧不慢地说道 如此这般 那就没办法了 看来从今往后诛仙四剑 只能剩下三剑了 话音落下 林天生看向绝仙剑的眼瞳之中 寒光一闪 沉声道 领域 话音刚落 在陆小仙跟薛元诺两人 惊恐万壮的神色下 林天生跟绝小仙在眨眼间的功夫 便是消失不见 随着光芒一闪 绝小仙已是被带到了一片 无尽黑暗的星空之中 他神色惊恐地望着四周围 脸色随后再次被吓成了白纸 在这片无尽杀意的领域之中 镜飘满了诛天万界不知多少位先王的尸身 真可谓是密密麻麻 一眼望不见尽头 其中不朽镜以上的 更是高达数百之多 当绝小仙的目光 扫到了三明黑甲 不朽先帝的尸身时 脸色变得更是惶恐 吓得他连连后退而去 语无伦刺道 我滴妈 就连鬼族三明不朽镜先帝 都死在了这里 无明是天 来战 随着一声爆喝 响彻整个虚空 绝小仙跟前的空间 又是猛的一颤 一具散发着无尽微能的 仙王法乡 忽然拔地而起 仙王法乡一手持矛 一手持盾 面部呈现的是一片星海混沌 身后悬浮着象征 不朽先王的金色轮盘 光盘之中 七颗不同颜色的能量球 不断相互追逐 每一颗能量光球 皆是各自代表着 某一个力量法则 视天仙术 天道法则 轮回之术 空间法则 言出法随 主宰之力 杀法领域 只是 象征轮回跟言出法随的能量球 相比其他五个要小伤很多 这意味着 他只领悟到了小成 即便是如此 已然是极其逆天了 要知道 能将某种法则 领悟至大圆满之人 以属实罕见 无意不是不朽 敬仙王以上的缥缈存在 可这林天生 居然领悟了五个圆满 以及两个小成 他不过是一个万年的黄口小儿 如何能做到这般 你 已经能同时领悟出 这么多的法则 绝小仙下的说话 都不利索了 这还是他第一次看到 林天生 展示出自己的全部力量 怪不得他能以不朽境先王巅峰的修为 可越境同时力战七名不朽先帝 还能占据上风 若是让他踏入不朽先帝 谁还敢在他面前言无敌 在法相之中 林天生眉宇之间的天道法印 已然呈现 只见他双目合臂 紫禁甲加身 一手握拳 一手握着微能缭绕的赤锋毛 身后那血红的魂天灵 无风飘动 光是气势 都能吓死无数仙人静了 他喵的 这不是开玩笑 他居然要动真格 想要彻底将自己从这世间抹灭 神上饶命啊 我刚才只是开个玩笑罢了 能追随在主母大人左右 当真是我朱仙四剑之无上荣耀 绝小仙被吓得双腿发软 胶躯瑟瑟发抖地 不停对着那一语不发的林天生 接连跪拜磕头 遥想当年 他们四姐妹最强的朱仙阵 都被他用不朽盾给破了 差点死于仙谷战场 刚才那番话 压根不是他绝小仙的真心话 当他再次抬起头来时 便是发现自己 已经回到了苏家别墅大厅里 而林天生则是满脸冷漠地 坐在沙发上看着他 三姐 陆小仙赶紧迎上前去 将绝小仙给搀扶起来 此时的他 已经被吓得脸色发白 冷汗直流 哪里还能有丝毫的嚣张气焰 刚才发生了什么 神上把你带去哪了 见绝小仙一副见了鬼的神态 陆小仙急忙开口问道 绝小仙回过了神 声音颤抖说道 没 没去哪 如此一来 当年的仙谷一战 他林天生压根就没有使出权力 这祸果真要挟 恐怖如斯 见着绝小仙彻底老实了 林天生也没再言语 而是自顾自地 给自己倒了一杯茶 慢条思理地品了一口后 便又对一旁的轩元诺道 去给绝小仙 收拾出一间客房 轩元诺毕恭毕敬地失礼道 是 先生 绝小姐 请随我来 绝小仙没敢再说什么 赶忙带着陆小仙跟上了轩元诺尔去 抬起手看了一眼时间 林天生便起身 双手插着兜 走出了别墅 他静止来到了 那被卧龙几人抓起来的牛管家跟前 先生 卧龙几人看见林天生来到 皆是毕恭毕敬地失礼 林天生看了一眼 那被打得鼻青脸肿的牛管家 随之说道 回去告诉你们家主 做人做事 须小心谨慎 以免万劫不复 牛管家连连点头 是是 我一定转达 林天生闻言 随之不紧不慢地对卧龙说道 放了他吧 没啥意义 卧龙道 是 先生 第106章 苏然又做噩梦 说吧 便将那牛管家给松了绑 刚松开束缚的牛管家 立马跌跌撞撞地跑了出去 只想赶紧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 这江南苏家 万万不能惹啊 刚出门没多远 便又一头撞到了南山老道的怀里 当场又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只见南山老道跟叶峰两人 抬着一只已死去的金丹七路腰 脸色微怒地看着眼下紧张兮兮的牛管家 南山老道立声质问 哪里来的烟渣之人 牛管家连忙起身 不好意思 在下真不是故意的 说吧赶紧开溜了 两人看他这般惶恐离去 也便没过多在意 而是抬着陆腰 走进了苏家庭院 呦 南山道友 叶峰道友 手气不错呀 今日竟能列到一只金丹七的妖兽 而等今晚又有口福了 卧龙几人脸色开心地 连忙迎了上去搭把手 南山老道说 多亏了秦岚小姐的信息 否则我俩哪有这么容易 就寻到呢 一行人有说有笑地 将陆腰拿回去清理 林天生只是看了他们一眼 随后又转过身走回了别墅中 时间来到傍晚 众人在苏家庭院中 欢声笑语地搞起了陆肉火锅 这头陆腰的个头不小 清理完毕后 足足获得了好几百斤的精肉 而且修为还是金丹七大圆满 叶峰对着边上喝着冰啤酒的林天生说道 师尊 得亏秦岚给的信息 才打到了这只陆腰 要不我给秦岚打个电话 让他也一起过来吃吧 林天生闻言 嘴角立马扬起了一抹邪笑 这倒是 叫他来吧 好嘞师尊 叶峰得到同意 便立马掏出了手机 给秦岚打了过去 电话很快便被接通了 喂 叶峰 叶峰道 秦小姐 我师尊让你现在来苏家吃火锅 电话那头顿了一顿 随之说道 好的 我换身衣服就过来 说完便挂断了电话 此时 绝小仙跟陆小仙坐在一起 看着南山老道几人 对着陆肉如获至宝般高兴 脸上全然是鄙夷之色 绝小仙心想这下界修士 真是没见过世面 咦 这位美女师 南山老道几人 将注意力放到了绝小仙的身上 皆是疑惑地上下打量着她 心想这又是哪个世家大族的贵千金 还真是没见过啊 现在的绝小仙 已经换上了一套小白裙 两条大长腿包裹着白丝 两枚之间 也有一丝跟陆小仙一模一样的鲜艺 绝小仙对众人露出不限 本先是你们姑奶奶 听闻这话 南山老道众人神色皆是一惊 陆小仙接话道 她是我三姐 再次听闻 众人脸上立马浮现出了惊恐之色 语气颤抖道 你 你这三姐 要知道 这陆小仙已经足够恐怖了 这回又来一个 想到陆小仙的可怕 众人便不再敢与那绝小仙搭话 上次轩缘诺被吓成了那模样 想来这位美女也不好惹 绝小仙安静片刻 看了一眼林天生 发现她坐在椅子上 一手拿着瓶啤酒 另一只手刷着手机小视频 便对陆小仙小声地问道 小妹 神上来此方世界所为何事 像林天生这样的存在 如果没有任何的意图 是不可能会出现在 这天地灵气稀薄的末法世界的 况且 她似乎还跟这方世界的 一名凡俗女子结成了夫妻 在诸天万界 号称第一钢铁直男 对女人不感兴趣的她 居然会做这种事情 当真是让她绝小仙 感到匪夷所思 而且在某个瞬间 她好像感觉出 林天生的本源 似乎出现了一丝裂痕 她沉睡的这几千年里 仙剑难不成 又发生过了什么大战吗 听此一问 陆小仙也是神色茫然地摇了摇头 说道 我也不知道 神上说过 不该问的别问 但在这方世界 黑暗源头势力也有染指 绝小仙闻言 神色诧异了起来 鬼族 陆小仙神色凝重地点了点头 听得如此 绝小仙神色些许亥然 沉思许久后又问 那位主母大人如何 我到现在都没看到他人 陆小仙道 主母大人还在休息 这回应该要醒了吧 说实在话三姐 若不是主母大人 我都寻不到你 她身上有一层 连神上都看不透的因果 以及一身的逆天气雨 绝小仙听到这话 随即流露出了一副 原来如此的神色 看来 林天生出现在这里 是要了去什么因果 如此这般 那这位主母大人 肯定是不一般的凡人了 这煮的什么呢 好香啊 正当两人交谈甚欢 苏然的声音 从他们身后转了过来 绝小仙神色诧异地扭头看去 看到苏然的第一眼时 心头不由一惊 这凡俗女人的气质 当真是神圣不可侵犯 恐怕那些女弟与她比起来 都会黯然失色 想来这人间有物 便是陆小仙口中的 主母大人了吧 陆小仙对她道 那 那就是主母大人了 绝小仙回过神 连忙起身笑盈盈地迎了过去 主母大人 初次见面 我叫绝小仙 别的不说 得先跟她搞好关系才行 苏然上下打量了绝小仙一眼 小脸上布满了诧异 便是开口问道 你便是绝先见 绝小仙连连点头 还得谢谢主母大人呢 不然本仙不知要到何时才能苏醒 苏然笑道 呵呵 严重了 以后就是一家人了 你不会介意吧 绝小仙连忙不停摆手 不介意不介意 能跟随主母大人左右 是我诸仙四见之璀璨与荣耀啊 苏然笑着点了点头 心想着绝小仙 不愧是陆小仙的姐姐 态度就是不一样 要知道 当时陆小仙刚苏醒时的那脾气 若不是林天生给她几个大逼兜 估计还不服呢 跟绝小仙小聊了几句后 苏然便走到了林天生的边上坐了下来 娇声道 老公 我刚才又做噩梦了 林天生闻言随即看了她一眼 问道 这次又是梦见了什么 说来听听 苏然神色些许亥然道 我梦见有人挖走了我的眼睛 还挖走了我身上的骨头 第107章 难度修饰的意图 林天生闻言 神色顿时微变 挖眼去骨 难不成苏然经历过什么 令人感到骇然的轮回 该不会是得罪过哪个存在 被抹去神时 沦为凡人吧 林天生沉思两久 看向苏然的双眼 又是眯下来了一半 再次窥视许久 仍是没能探查出她的前世 她身上蒙着一团肉眼不可见的因果迷雾 如果说她林天生看不出来也就罢了 可就连煮酒鹰都无法能看清 真是奇了怪了 安静了小片刻 林天生便是出言安慰道 不过是梦境罢了 无需害怕 我会保护好你的 苏然听了林天生的安慰话 那浮现在脑海中的噩梦竟离奇地消散了 心情顿时变得愉悦 两只玉手放到林天生的大腿上 双眸爱意闪动道 嗯 竹母大人 碗筷 正当这时 薛约诺将一副碗筷放到了苏然跟前 苏然笑着回了一句 谢谢 随之便拿起筷子伸向了火锅里 夹起香喷喷的鹿腰筋肉吃了起来 她睡了整整大半天 早就饿得不行了 然然 我来了 正当苏然吃得正香时 秦岚的声音从大门外传了进来 苏然连忙起身 对她热情招手道 蓝蓝 快来 今日这火锅又是好东西呢 秦岚一身休闲运动装 笑盈盈地走到了苏然的跟前 紧接着又看向了林天生 很有礼貌地叫了一声 林先生 林天生脸色平静地看着她 随之微微点头回应 接着 苏然又让下人给秦岚拿来了一副碗筷 别说叫轩缘诺 因为这货已经坐下来 正跟着南山老道几人大快朵頤呢 叶峰提起酒杯 对秦岚说道 好家伙 你今天给的信息 总算没有失误了 上一次那两只半步肚结气的狼妖夫妇 险些让我送了小命 得亏师尊及时赶到 秦岚摸了摸自己的后脑勺 尴尬笑道 我自己也不知道咋回事 兴许是那两只狼妖后来占据的那地方吧 听闻这话 南山老道跟叶峰觉得有些道理 便是点了点头 叶峰笑道 不过还是得谢谢你 不然我跟南山老道 今日哪能打到这只鹿妖呢 来 先敬你一杯 秦岚并没有拒绝 满脸笑意 非常爽快地提起酒杯 跟叶峰碰了一杯 几人享受着鹿肉盛宴 有说有笑 苏然突然想起了什么 便是开口对叶峰等人问道 对了 这只妖兽的内单呢 今天在南斗的拍卖会上 总算是让苏然得知 妖兽浑身上下都是宝了 一颗原音七大圆满的妖兽内单 竟然能抵上千亿 估计还不止 哪怕是金丹七的妖兽内单 怎么的也值好几百个亿呢 回想起来 好在陆小仙之前 没扔掉妖兽内单 不然那损失可就大了去了 在这呢 苏小姐 你对这妖兽内单也感兴趣 南山老道满脸笑黑黑地 掏出了妖兽内单 并递给了苏然 苏然连忙起身接了过来 你们是不知道啊 这玩意儿能值好多钱 多亏了上次那虎妖内单 能换回绝小仙呢 说着便放到了边上 想着等会得 找个瓶子装起来才行 林天生见他拿着这妖兽内单 跟个宝贝疙瘩似的 脸色不由得无语地汗颜了起来 然而 苏然不知道的是 在座的只有他才知道 妖兽内单值钱 绝小仙神色更是无语 难难地说道 真没想到 本仙的价值竟沦落到 只值下节妖兽的一颗内单了 陆小仙不以为然道 行了吧三姐 我当时才值几个钱 林天生仅用区区五十万 便买回了他 真要比这个 绝小仙可要好得太多 秦岚对苏然笑道 傻瓜 这东西对于修饰而言 可是好宝贝啊 有时候用钱都买不到的 苏然点了点头 不管如何 他觉得今天肯定是赚了 叶峰又对秦岚说道 秦小姐 江南这附近哪里 还有沉睡的妖兽 你统统告诉我 我跟南山老道 有事没事 就去猎上一猎 秦岚微微点头 嗯 等会我回去查阅一番 然后给你发信息 叶峰兴奋的道 好嘞 我的功法 已经练到第三层了 正好要实义是威力 众人有说有笑的 直到夜深才散去 次日中午 江南市某处菜市场 看清楚了吗 那买菜的几个女人中 有一个是苏氏集团董事长的贴身丫鬟 几名修士正躲在暗处 悄悄咪咪地盯着不远处的苏家几名下人 其中有一个便是轩元诺 现在的轩元诺 早已避去了自身的锋芒 跟苏家的下人们 有说有笑地打成了一团 平时采购买菜什么的 他也会跟着一起去 闲的时候 轩元诺也会教他们练舞 而这几名修士 是男兜陈家派过来摸底的 自从昨天之事 陈家老爷子怀疑 定是苏家那小女娃当时搞的鬼 既然不能直接从苏然身上下手 那么从他身边的贴身丫鬟身上 打探点消息 这总不过分吧 原本陈家老爷子的意思是 要恭恭敬敬地 将轩元诺给请过来 好好地接触接触 可没成想 这几个货 竟错以为陈家老爷子 要他们绑了这轩元诺 毕竟这小小的江南势力 如何能让他难逗的大世家用情的 说来也是 昨天的事情 他们又不在场 到底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情 也没人知道了 其中一名修士道 没错 我问过了 他们说 那女人确实是苏然的贴身丫鬟 整个菜市场的人都知道 听闻这话 领头的那名金丹七修士 看向轩元诺的目光 当即一沉 真是好极了 这里人多 而且他们没开车过来 等会我们找个偏僻点的地方再动手 不过是一个弱小女子罢了 老爷子真是小题大做 竟让我等亲自前来 说完之后 几人身影便是一闪 直接消失离去 好了 这是主母大人最爱吃的水果 我们回去吧 轩元诺提起刚买好的一袋水果 笑着对边上的几名苏家女仆说道 几名女仆笑道 嗯 轩元姐姐 正当轩元诺几人有说有笑的 朝苏家别墅走回时 中途突然闪出了几名金丹七修士 一上来便就语气不善地指着轩元诺到小女娲 跟我们走一趟 你最好识趣点 搁几个下手可没个轻重 等会伤着你那可就不太好了 第108章 秦兰体内另有奇人 轩元诺一时傻愣起来 用着诧异的目光看着跟前几人 他之前早有察觉 只是心里想到这不过是某个势力 前来摸苏家的底霸了 也没过多地去在意 毕竟 昨天那什么北斗的牛管家 就是先例 可万万没有想到 这几个家伙 竟然想打自己的主意 轩元诺心头顿时一怒 使出缩地成寸的功法 在眨眼间便闪到了几人跟前 那几名修士 神色刹那间惊恐 刚想要开口说些什么 啪 随着一声清脆声响起 领头的那名金丹七修士 已然被轩元诺一掌 给拍成了一地的碎肉 一 这是 边上的几人 脸色顿时煞白 愣在原地瑟瑟发抖 心中惊骇不已的大气不敢出 心想真是完蛋 这苏家女仆的修为 竟是这般恐怖 那陈老爷子 是要坑煞他们几人了 居然让他们 搁几个过来绑他 不过回想起来 这江南竟能出这等 如此恐怖的修士 当真也是 让他们所料未及 薛元诺脸色阴冷道 真不巧 我下手向来也没个轻重 话音落下 又是动作 快如残影的灰一掌 啪 又一名修士 被当场给打成了血沫 剩下的两人 再也承受不住 薛元诺的压迫感 立马就给他跪了下来 不断怦怦地磕着想头 上先饶命啊 小的们不过是奉命行事 并非是小的们 想要加害于你 薛元诺脸色变得平静 再次一抬手 将其中一人 又给当场灭杀 吓得最后那人 脑子一片空白 俯伏在地的身躯 止不住地发抖 薛元诺缓步走到那人跟前 开口质问 谁派你们来的 到底想要做什么 如实招揽 那名修饰声音惶恐地说道 是 是南斗陈家 陈家老爷子 让我们来绑你 好询问苏家的底细 薛元诺半信半疑 打探苏家底细 随之又换了个不懈的脸色 冷笑道 南斗陈家 当真是胆大包天 你们已经惹上了不该惹的人 说完之后 又是一掌将眼下之人 给打成了血沫 招惹苏家哪个不好 偏要来招惹着薛元诺 刚回到苏家 薛元诺立马将刚才发生的事情 一一地汇报 给了林天生 林天生听闻如此 神色上并没有任何的波澜 只不过 他当时已经给了那些人警告 真没想到 在今天 居然还敢前来惹事 薛元诺 见林天生安静地 坐在沙发上不吭声 便又是问 先生 不如我前去那南斗陈家一趟 林天生想了一想 随之缓缓和闭起双目 轻轻地开口说道 嗯 去吧 如果他们之错 给个教训就行 陈家终究没有什么大过错 道不足以彻底灭杀 但如果陈家执意要惹下这因果 那就没有必要留情了 是 薛元诺德令 立马转身大步离去 刚走出别墅大门 身影直接爆射向了高空 迎向了南斗所在的方向 苏然已带着陆绝两先去了公司 叶峰跟南山老道 出门略杀妖兽 就林天生自个一人在家 不过他也没有闲着 神识一直都在 监视着秦岚的气息 秦岚今日 似乎并没有任何的动作 而是一直都待在秦家之中 不曾出过门 就在林天生以为 今天他应该不会有什么动作时 秦岚的气息 却又突然 朝一个方向迎了出去 察觉的这般 林天生目光顿时一沉 紧接着缓缓起身 不紧不慢地走出了苏家别墅大厅 他前脚刚踏出门外 便是原地一闪 消失不见 下一秒 林天生的身影 出现在了一片大山之中 此时的秦岚 又是一身黑袍打扮 身影正安静地悬浮在一座大山跟前 一动不动 安静片刻 秦岚突然自顾自地开口说道 是这里吗 他话刚说完 他的脑海之中 随之响起了一个无比嘶哑的女人声音 没错 远古失先之一的汉拔尸身 就埋葬在这座大山深处 已足足有八万年 只有获得汉拔或者降臣的力量 方能引出天道 是残留在这方天地的最后一丝法则 天道使的力量 是破解那四座远古封印大阵的关键 只有让这方天地的灵气复苏 你才能有希望飞升仙剑 听完这些话 秦岚又是顿在了原地 他现在唯一担心的是 林天生会不会发现 他的所作所为 如果他知道 那么会不会前来阻止自己 念及此 秦岚又回过头 扫了四周为一眼 探查了许久 没有任何的发现 心里不由松下一口气 心想自己身上的秘密 林天生应该还没有发现才是 因为在昨晚 他去苏家的时候 并没有带上他体内的这位大人 兴许是察觉到了 秦岚此刻在想什么 他体内的女人又是说道 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 没错 你那好友的老公 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麻烦 同时也让我非常吃惊 原来他在这里 不过 你放心好了 哪怕是他 也不可能这么快 察觉到我的存在 听到这话 秦岚好奇地问 你能察觉到林天生的存在 那声音呵呵笑道 对 不过他对于我而言 终究是一个黄口小 虽然我可能打不过他 但我之修为境界比他高 应该不会这么快发现我的 何况 他的身上发生过了一些事 只要我们不刻意地去惹恼他 他或许不会多管闲事 秦岚文言 神色疑惑地问 上神大人 能否告知林天生 与您之境界修为 女人说道 现在的你 连除狗都不如 告诉你也没有任何的意义 反而会影响你的心性 如果你想成仙 就按照我说的去做 至于你现在的疑惑 等你重启星空古路 去往仙界后 自然就会得到解答 别浪费时间了 把你的身体交给我 先布下隔绝换阵 秦岚听闻如此 随之神色凝重地点了点头 下一瞬 秦岚的双眉之间 立马献出了一道 黑色火焰文章 身体已然被他体内那人控制 只见他啪的一声 猛地双手合十 声音嘶哑地道出 黑暗本源 鬼族秘书 随着他话音落下 一个无形无影的隔绝换阵 瞬间将方圆百里 给笼罩了起来 有了这个换阵存在 任何人靠近这里 都会不知不觉地在原地打转 即便是不朽先来了 都无法能将其破解 秦岚的身影很快便没进了那幻阵之中 就仿佛没有出现过一样 待他们消失后 林天生的身影随之闪现在了幻阵外的半空之上 只见他嘴角扬起一抹邪笑 随后说道 原来如此 说完后 随之又是萧氏离去 第109章 苏然让人感到意外的悟性 与此同时 轩原诺已然一手提着大剑 出现在了南都陈家的上空 与上次无异 他刚是出现 便是释放出了身上的全部威丫 况且这一次 相比萧家那次 还要恐怖几分 此时陈家老爷子 恰好不在家中 陈家之现任家主 是他的大儿子 陈亮 陈亮带着陈家一众 惊恐地迎了出来 一上来 便对轩原诺语气 极为恭敬道 阁下光临寒舍 实乃我陈家之荣幸 只是不知阁下所为何事 我这小小的陈家 可有冒犯的地方 为何让您如此动怒 陈亮并没有得知 他父亲安排人 去请轩原诺 此时心中郁闷非常 心想他这陈家 也没招惹过这杜劫大能啊 他竟如此这般释放威压 轩原诺道 二等居然还有脸问 你家老爷子 安排人前去绑我 想要探查我家先生之底细 这是 你可别说不知情 念在这陈亮的态度 还行的份上 轩原诺也不好上来 就将其给打杀 林天生先前有过提醒 如果他们态度够好 那就教训一下便可 听闻轩原诺道出原油 陈亮神色立马惶恐 扑通一声 给轩原诺跪了下来 连忙解释道 阁下 请听在下道来 此事若是我父亲特意安排 那我陈家一众 还真是不知情啊 这薛原诺的气息是半不准胜的存在 通常这般强大的修士 只存在于上古 早已避世不出 可一旦出世 那必定是要见血 今日这事 要是没个说法 惹怒了他 恐怕整个陈家 就要布了西都萧家的后尘了 薛原诺神色顿了一顿 随之说道 那好 既然是你父亲所为 那就让他出来见我 陈亮赶紧回过头 对身后的陈家几人说道 老爷子呢 还不快去请老爷子回来 几人惶恐不已 连忙起身离去 是 是 而此时 早已察觉到薛原诺气息的 陈家老爷子陈不安 已经在赶回陈家的路上了 陈不安的身影 很快便出现在了陈家的半空之上 此时的他 已经得知 这薛原诺 竟然是之前他安排人去请的苏家女仆 心中不由一惊 就连一个丫鬟 都是一名半不准胜的存在 这苏家的底蕴 到底有多深厚 便是说 大人 老朽让人前去请您过来 并非是有意冒犯 而是要行待客之礼 不知大人为何如此动怒 薛原诺冷笑一声 请 你让那几人绑我 那叫请 听闻这话 陈不安老脸 当即变得尤为不安 心想那几个家伙 要坏事了 他刚还想要说些什么 便是听闻一声出见的声音 真 薛原诺不想过多废话 既然这是是这老家伙安排 那么就让他付出代价 陈不安双眼瞪大 脸上全然是布满了不可思议之色 下一秒 在陈家众人 那已然惶恐至极的目光下 年老的陈不安 已是伸手易出 身躯随着头颅烹的一声 掉到了陈家众人跟前 见此一幕 陈家众人脸色顿时惨白 皆是瑟瑟发抖的大气不敢喘 死去的陈老爷子是一名原因期的修士 陈家在世的最强战力 竟就这般被杀了 薛原诺抬起手中大剑 冷冷地对陈亮几人问道 儿等可要替父报仇 陈亮当即被下了一击灵 急忙说道 阁下杀得好 其实我陈家跟这老爷子也不算太熟 心中却是暗自悲痛 父亲 为了整个陈家 还望您在九泉 有志能原谅孩儿的不孝 今日之强敌 岂是他这小小的陈家 能与之抗衡 现如今 他陈亮也只能迈赴宝子了 这薛原诺 只怕得 请出昆仑山上最强的那几位 方能与之一战 薛原诺听闻这话 脸色差一道 我活了将近万年 只听闻父子不和 父子不熟的 这还是头一回见 罢了 切记以后不可再去惊扰江南苏家 以免万劫不复 丢下这句话 薛原诺的身影便原地消失 陈亮几人唯唯诺诺地连连称事 我等一定牢记在心 此事过后 江南附近再也无人胆敢招惹苏家 而接下来的时间里 林天生一心将苏然修炼的事情 给放到了第一位 苏然当真是开心坏了 立马将苏氏集团所有事物 统统都交给了苏晓宁等人 要知道 之前林天生对他修炼的事情 几乎不放在心上的 有了林天生的教导 再加上陆小仙跟绝小仙 平时跟他讲解的一些问题 苏然就像是在瞬间解开了某种封印一般 很快就将建来功法 给领悟到了大圆满 并且成功通关了独立世界里的演化塔 一百多层 这等悟性 别说是陆小仙跟绝小仙震惊 就连林天生自己 都感到尤为不可思议 甚至让林天生起了怀疑 这祸该不会 是某位剑仙转世吧 同时也意味着 只要苏然放开体内 被林天生封印起来的修为 已经拥有了一名 先帝该有的恐怖实力 一开始 林天生有想过 苏可欣的先天道体 兴许是他前世带来的 因为他暗中窥视过苏大和夫妇的前世 结果并没有发现任何的异样 他现在开始怀疑 是苏然的原因了 因为这两姐妹 是从一个从娘胎里出来的 就在林天生陷入沉思当中 苏然开心地一蹦一跳 来到他跟前 娇声道 老公 我已经将剑法领悟到大圆满了 你把我体内的真气放开吧 听到这话 林天生拉回了思绪 随之摇了摇头道 现在还不行 这方天地 虽已无成仙的可能 但林天生 可以将苏然带去 无极界肚解 只不过 以目前自身的这种情况 他到仙界 绝对会被那些家伙给盯上 苏然满脸的失落 还不行吗 林天生见他这般 便笑着抚摸着他的头 说道 那样做反而会有危险 现在的你最安全 苏然听闻这话 随即又说 好吧 现在的他 不论林天生说什么 他都会毫不犹豫地去相信 嗯 我们出去吧 林天生说着 便先行一步 踏出了独立小世界 苏然小跑几步 便跟上并挽住了 林天生的手臂 从独立小世界里出来后 苏然突然想起了之前的想法 便又问 老公啊 你什么时候带我回去祭拜一下爸妈 听此一问 林天生愣了一下 随之说道 要不明天吧 苏然点了点头 嗯 好 那我现在就去准备 说完便迈不离去 林天生顿了一顿 随之又叫住了他 不用准备 那边 已经没人了 第110章 林天生的礼物 听到这话 苏然回过头来的笑容逐渐消失 他差点忘记了 林天生是一名孤儿 安静良久 便是说 好的老公 我知道了 说完便走出了房门 时间来到晚上 跟苏然用过了晚饭 林天生便带着他 一起出门散步 今晚苏然穿着一条 清凉的黑色连衣短裙 未免被蚊虫叮咬 还搭配了一条黑丝打底裤 他脚踩着高跟凉鞋 与林天生手指紧扣 漫步地行走在小公园里 两人的气质与容貌 如此甜蜜地走在一起 让路人纷纷投来 无比羡慕的目光 当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说实在话 苏然已经很久很久没有 能像现在这么放松过了 苏然此时的心情无比舒畅 有时候 他真想就这样 顿林天生过着 平凡人的生活 无忧无虑 生儿育女 从此不再提心吊胆 可想到林天生的身份 他又觉得 这个想法 显得有些幼稚 两人正在漫步前行 苏然把头微微地 靠在了林天生肩上 将柔软胶躯与他贴紧 温柔地 叫了林天生一声 老公 林天生神色 一如既往的平静 轻声应道 嗯 苏然说 要不选个好日子 我们办个婚礼吧 不用太隆重 哪怕就我们两人 我穿婚纱 你穿新郎西装 好吗 林天生顿了一顿 随之道了一声 好 得到林天生答应 苏然心中有些激动 小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 贴得更紧了 嘿 苏总 正当这时 两人正前方出现了一对 穿着紧身瑜伽裤的男女 女的好像认识苏然 老远就对两人打起了招呼 看那模样 两人似乎是正准备开始夜跑 女的看起来很年轻 身段跟容颜 虽然比不上苏然 但也是不可多见的美女 那男的就显得成熟许多 明显不如了中年 当他们来到跟前 苏然便微笑着对他们回应 王小姐 林天生看了两人一眼 总感觉这女的在哪里见过 但一时半会的 又想不起来了 王一飞满脸的笑意 真是好久不见 居然能在这里遇见你这大盲人 说着又看向了林天生 这位是 苏然双眸爱意闪动的 看向了林天生 对两人介绍道 这是我丈夫 林天生 接着又对林天生 介绍起了王一飞 这位是当红大明星 王一飞王小姐 老公 你应该在电视上见过她 听得如此 林天生这才一副恍然大悟 怪不得总觉得在哪里见过 听苏然这么一提起 她总算是想起来了 林天生神色毫无波澜地 对两人道 你们好 那中年男人礼貌地 向林天生伸出了一只手 笑道 你好 我是一飞的丈夫 我叫沈北庆 林天生也没有矫情 从裤兜里伸出了一只手 来跟着沈北庆 像征性地握了一握 只是 她要是不说 林天生还以为这中年男人 是那王一飞的老爹呢 沈北庆又从身上 掏出了一张名片 递给了林天生 笑道 这是我的名片 如果往后两位去沈都 随时可以来找我 林天生 接过了沈北庆的名片 看了一眼 便是看到上面那 尤为亮眼的沈氏集团 董事长几个大字 随之说了声 行 边上的王一飞 挽起了沈北庆的一只手臂 随之又故意撩了一下 挂在耳垂下的耳坠 耳坠在微弱的路灯下 竟能发出了无比耀眼的光芒 一看就是价值不菲 王一飞接着又笑着 对苏然说道 我老公呀 难得来江南陪我一次 还得我带了这么贵重的礼物 据说是远古时期 某个妖族大帝的眼泪做成的呢 价值连成 是我老公从沈都的拍卖会上 花了整整六百亿 给我拍下来的 整个龙国上下 就只有这一对呢 说着又把头 靠在了沈北庆的胳膊上 一副自己非常幸福的小模样 傻子都能看得出来 这玩意儿 正在跟苏然秀幸福感呢 林天生瞧见他那模样 嘴角顿时不由一抽 心里已然是充满了无语 还妖族大帝的眼泪制作成 这尼玛的就是普通的钻石 不过 他看破不说破 接下来也没有说什么 心想 苏然好歹也是一个集团的董事长 加上苏氏集团 最近吞并了好几个集团的资产 现如今 他的身价更是达到了一千五百亿之多 哪能看上这些个小东西 可就在林天生这么认为时 苏然竟然正用着无比羡慕的小眼神 紧紧地盯着王一飞的耳坠看 并不由得脱口而出 好 好漂亮 他就差没把羡慕两字写在脸上了 王一飞得意笑道 那先这样了 有空我们再聊 说着 便又跟沈北庆小跑着离开了 直到两人跑远 苏然还不忘回头 看向了王一飞两人一眼 他那对明亮又动人的眼眸之中 竟是羡慕之色 其实 他并不是羡慕王一飞的耳坠有多值钱 也不是说他没有 只是他平时不带而已 倒是 他心想着 林天生能在什么时候 主动送他一件小礼物 那该多好 即便是颗普普通通的玻璃球 那对于他苏然来说 也心满意足 非常开心了 别看了 人都跑远了 何况那也不是什么妖族大帝的眼泪 就是这世间的钻石 没他说的那么离谱 不用去羡慕他 见苏然一时失了神 林天生便是这般开口说道 苏然回过了神 神色些许失落地点了点头 林天生察觉到了他的心情 随之说道 这样吧 我给你变个戏法 苏然听闻 也便来了兴趣 开心道 好呀 林天生停下了脚步 随之邪魅一笑 看好了 说完将手掌伸到了苏然跟前 只见他眉头一拧 随后在掌心之中 凝聚出了两颗异常鲜艳的血滴 这两滴血刚出现的一瞬间 夜空之上忽然大变 一股恐怖威能即将爆发 林天生手机眼快 立马用另一只手 轻轻地在血滴上那么一挥 这才将准备爆发的威势 瞬间给压了下去 也在同时 那两滴血在林天生的掌心中 竟然奇迹般地 变成了一对引人瞩目的漂亮耳坠 苏然双眸顿时一亮 精致的小脸上布满了极大的惊喜 心情激动地 连忙用两只玉手 掩起了小嘴 看着林天生掌心中 那正散发出无比妖艳的血红色耳坠 苏然的眼眶湿润 泪水开始打转 林天生拿起耳坠 帮她戴了起来 并问道 喜欢吗 苏然激动地连连点头 林天生居然给她送了礼物 还是一对耳坠 哪怕不比她王一飞的值钱 可对于她苏然来说 这对耳坠 绝对是她这辈子最珍贵的礼物 即便是千亿万亿 再多的都不足以与之相比 而苏然不知道的是 刚才那两滴血刚是出现的那一瞬间 这个世界里的所有修饰 不管是沉睡 或者已经苏醒的 那惊吓的心 皆是不由地提到了喉咙眼上 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可总觉得 在刚才 自己差点就要灰飞烟灭了 苏然开心地紧紧地 拥进了林天生怀里 这是我这一辈子收到的最好 最珍贵的礼物 林天生嘴角一扬 低声道 那是当然 这可是我本体之惊喜啊 第111章 妖圣现实 谁人杀我孙儿 她这句话 并非有意 说给苏然听 当然 此时的苏然 只顾轻轻抚摸着自己的耳坠 脸上 跟心里已经笑开了花 哪里会注意到 林天生刚才说的什么 两人继续散步 夜晚的公园好不热闹 耍杂技 打太极 广场舞 卖果卖瓜 遛狗遛娃 小网红 以及成双成对的热恋情人 甚至引来不少的影视修士 这些修士自然是慕名而来 据说当时这公园的湖中 沉睡着一只远古巨蟒 都想过来桥上那么一桥 走着走着 林天生跟苏然两人 便来到了那狼妖夫妇的摊位前 由于狼妖暗中使用蒸汽进行烧烤 导致他们的生意 当真是火爆的不行 本来林天生只是路过 并没有特意去观察 可苏然情不自禁地 多看了摊位上的客人几眼 竟然发现 刚才的王一飞跟她丈夫 也坐在摊位上 林天生看了她一眼 便是问道 要不去坐下吃点东西 苏然点了点头 但在接下来她发现 未不被人打扰 出门前 她跟林天生的手机 都放在家里了 苏然有些失落道 我们没带现金 也没带手机 下次再吃吧 林天生会心一笑 没事 这里的老板我认识 说着便拉着苏然 找个位置坐了下来 刚见着林天生 那狼妖夫妇急忙迎了过来 上仙 刚没注意到您 还望见谅 说完两人 还不忘瞄了苏然一眼 心里皆是暗惊 这女人 当真是倾国倾城 气质不凡 想来也是人族的 某个大人物 林天生笑道 生好友吧 狼妖两人 一脸谄媚地连连点头 有有 上仙稍等 小的这就马上给您准备 林天生很是满意 再来两瓶冰啤酒 好的上仙 女狼妖挺着个大肚子 很快就从边上的冰柜之中 拿出了两瓶冰啤酒 顺手打开了瓶盖后 便放到了林天生 跟苏然跟前 苏然那对干净黑亮的双眸 好奇地看了她一眼 隐约能察觉出来 这烧烤摊两夫妇 不是一般人 趁着两人不注意时 苏然贴到了林天生耳边 小声地道 这里的老板 好像不太对劲 林天生满面笑容地 看了苏然一眼 随即说道 说说看 你看出了哪里不对劲 苏然再次压低了声音 他们跟普通人的气息不一样 我觉得 他们不是人 林天生听闻苏然这话 见她一副 无比凝重的小模样 随即流露出了 一个欣慰的笑容 看来她这阵子的修炼 没白练 何况吸取了自己 那么多精华 终于也能识别出 他人的气息了 要知道 这两狼妖的修为 那可是半步杜结器的修为 如今 他们刻意地 隐去自己的修为气息 除非是比他们 还要高出几个境界的修饰 否则很难能一眼 就看出他们的不同 见林天生满脸的不以为然 苏然还以为她不信 眉头拧得更深了 林天生温柔地摸了摸她的头 并说道 你是对的 这两人是狼妖 上次给你带回去的烧烤 就是她这里烤的 听得如此 苏然当即一副恍然大悟 原来林天生早就知道了 怪不得她刚才说认识 狼妖还称她为上仙 苏然想了一想 随即又问 老公 他们是妖 你如何会放过他们 在苏然眼里 妖就是妖 肯定是坏东西 心里也很是好奇 她跟这两只狼妖 是否有过什么故事 林天生却是笑着道 因果使然 苏然闻言 神色有些似懂非懂 但随后也没有过多去在意 接下来 狼妖很快将烤好的一大盘生蚝端了上来 这一大盘 足足有小几十个 每一个生蚝里面 都放着蒜蓉葱花 香气扑鼻 苏然打小没吃过这些东西 一时间有些不敢动筷子 但这香味 又让她忍不住地咽了咽口水 林天生拿起一个地到她嘴边 轻声道 张嘴 苏然一愣 心中不免又有些小激动 林天生竟然要喂她 两只大眼睛都笑成了一条线 听话地张开了小嘴 林天生夹住了生蚝肉 轻轻地递进了苏然的嘴里 奇特的味道 让苏然的脸色不由一惊 连连称赞 嗯 可好吃 说着又自个儿动起了手 吃的那叫一个欢乐 从小到大 她从来没有来过这种地摊吃东西 吃的都是家里的下人 专门给她做的 以前读书的时候 那也是上的豪门贵族学校 向来只跟秦岚林薇薇两人接触 上下学全有保镖接送 回想起来 还真的是跟个犯人一样 好吃就多吃些 等会还有其他东西 林天生说着 自顾自地提起酒瓶灌了一口 苏然一只御手撩起秀发 边吃边点了点头 小手跟小嘴就没停过 就在这时 三个身影突然出现在了狼妖的烧烤架前 见得这三人出现 狼妖夫妇神色顿时惊变 宛如大敌当前 其中一人开口说道 身为妖族修士 竟在凡尘世间做吃做喝 好生招待这些人族蝼蚁 两位当真是丢尽了我妖族之脸面 三人的出现 引起了林天生跟苏然的注意 摊位上的客人 与周围的人 见三人凶神恶煞地过来找茬 皆是一晃而散 只剩下了那王一妃夫妇 以及林天生跟苏然 苏然手里拿着筷子 神色一愣一愣地看着那三人 对于三人的出现 狼妖夫妇已然是被吓得不轻 神色惶恐 语气哆嗦道 这世间怎会还有妖圣存在 另外一人冷言冷语道 我族修士 最近被人族修士到处猎 是我等将妖圣大人唤醒 如今妖圣大人复苏 这世间生灵定会重新被我妖族支配 几人的谈话被苏然听进了耳朵里 小脸上不由浮现出巨大的担忧 拉了拉林天生的衣角 老公 他们林天生阴沉一笑 一条泥丘罢了 不用担心 他话音刚是落下 又有两人急忙来道 对那妖圣亥然说道 妖圣大人 林宇大人的气息全无 我等只在湖底找到了他的部分尸身 你说什么 听闻此言 那妖圣顿时暴怒 星红的双目之中 当场燃起了一团怒火 接着又是怒不可遏地仰天咆哮道 到底是谁人杀我孙儿 第112章 你在我面前言无敌 一股无比惊人的妖气 顿时从他的身躯之中猛地爆发而出 好在 他这股气息只针对修士 如若不然 周围的所有凡人 皆要暴体而亡 吓得周围的所有修士 无尽惶恐 妖 妖族修士的气息 这修为 竟然是一名准圣 此间因果不是我等所能染指丝毫 快走吧 不然小命不保 周围的一众修士 纷纷逃离 只在一瞬间 原本热闹的公园 变得无比冷清 妖圣大人息怒 几名跟随妖圣而来的妖族修士 神色惊恐地 对他单膝跪拜了下来 狼妖夫妇 已然是被 吓得抱成了一团 目光惊恐地看着跟前的那妖圣 已是说不出一句话来了 这名妖圣的修为 虽说已被压低了一个大境界 但依然是准圣初期的实力 在这天地间 恐怕已是能立于不败之地 几位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不如给我沈都沈家一个面子如何 这是我的名片 正当这时 王一飞的丈夫沈北庆 居然起身上前 与那妖圣搭话 沈北庆心里想着 这几个应该是隐世的修士 如若将他们拉拢 那么他在沈家的地位 必定能直线上升了 嗯 那妖圣用着无比愤怒的目光 看向了那沈北庆 紧接着怒吼一声 区区人族蝼蚁 也敢前来冒犯本尊 在这声怒吼之下 那沈北庆 立马喷的一声 化为了血污 呀 老公 边上的王一飞 当场就被吓傻了眼 两只小手捂着脑袋 连连发出了惊叫 如此一幕 让林天生跟苏然两人 眉头皆是同时一皱 锅躁 仅在一眨眼的功夫 妖圣边上的一名妖族修士 当即飞身杀向了那王一飞而去 苏然见林天生无动于衷 急忙对她说道 老公 快就王小姐 毕竟那是认识的人 苏然如何能让她惨死在眼前 林天生嘴角一扬 漫不经心地说 会有人出手的 她话音刚落 高空之上果然飞来了三个身穿黑袍 脸上戴着不同面具的修士 一道真气射出 将那迎杀向王一飞的妖族修士 给暂时击退了出去 出现的三人 修为全是原音境中期 那妖族修士稳住身形 不屑道 现世的人族修士 三人看了林天生一眼 随之又对妖圣说道 阁下息怒 有事好说 万不得对凡人出手啊 会损地宁的气韵 得不偿失 王一飞趁着这个机会 连忙跑到了苏然身边 紧紧地抱住了苏然 瑟瑟发抖了起来 想她一介凡俗女流 哪里见过这般场面 这么大一伙人 在刚才居然说诈就诈了 妖圣冷笑道 救世儿等四处猎杀我 妖族修士 真当我妖族无人 说把身躯真气顿时爆发 一条由真气演化成的蛟龙 急速奔袭向三人而去 蛟龙狂怒 势不可挡 咦 三人神色惊恐 纷纷祭出了法宝 调动真气护身 砰 震天动地的爆炸 在高空之上乍响 当场就炸死了一人 剩下的两人 砰的一声重重的杂落 到了林天生三人 与狼妖夫妇跟前 两人一男一女 面具结碎 神态痛苦 双目紧闭 手捂着胸膛 又是一同喷出了一口老血 圣人不出 我玲珑已然无敌于这世间 救平儿等谢时楼也 也妄想啊 翰天 那妖圣话音落下 身影便是闪现到了两人跟前 可他刚落地 他身上突然被一股 无法抗拒的力量加深 竟然不受控制砰的一声 重重的双膝跪在了林天生跟前 这一跪尤为惊人 整个地面都裂成了蜘蛛网状 呃 那妖圣的眼神之中 已然布满了深深的不可置信 脸色变得无比的苍白 妖圣大人 那四名原音器的妖族修士 见得这般 当场就猛逼了 头顶之上全是问号 难不成是妖圣大人 刚苏醒修为不稳 出手后遭到了反噬 然而此时 那妖圣玲珑 心里是最清楚发生了什么 心里惊恐地说不出话来了 狼妖夫妇看出了端倪 后退到了一旁 小声地道 是上仙出手了 就连妖族准圣 都不能在上仙面前放肆 林天生脸色漠然地看着 那跪在自己跟前的 玲珑也不说话 而是不紧不慢地 又提起酒瓶灌了一口 随后才漫不经心地问道 你刚才言无敌 那四名妖族修士 见得林天生这般从容 脸色当即暴怒 便是同时迎杀而来 大胆老爷 竟敢这般无视妖圣大人 该杀 玲珑脸色立马惊变 连忙开口阻拦几人 不要 可他话音还未落下 那杀来的四名妖族修士 在中途接连暴体 瞬间化为了血污 只剩下四颗明晃晃的内丹 漂浮在半空 还未断气的那一男一女 见得这般场面 皆是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 看向林天生的目光无尽颤抖 低声的喃喃道 恐不如斯 怪不得他能轻轻松松的 就想了那轩辕诺 玲珑被吓得大气不敢出 想他一身准胜修为 此时在这人面前 竟是不能动弹分毫 就连他之修为深浅 都无法探知一二 林先生 刚才被打落的两人 不顾自身伤势 相互搀扶 一蹶一拐地来到林天生跟前 恭敬地叫了一声 他们是龙组织S级人员 主要负责追查那些 苏醒过来的远古大能之事 两人之前早就因为 轩辕诺之事 在暗中见过林天生 当时他们以为 林天生应该也是个准胜修为 可如今看来 能让这妖圣无声跪地 恐怕已是一名当事圣人 林天生看了两人一眼 这两人容貌较为年轻 不过他已经想到了 他们是龙组织的人 大人开口 这里没你们的事了 拿两颗内单去疗伤 走吧 听闻这话 两人神色一顿 随之对林天生施礼道 我等明白 那就谢过先生了 说吧 便转过身看了一眼 那无法动弹的玲珑 随后没再说什么 各自拿着半空上的一颗内单 消失离去了 苏然一愣 随之回过了神 急忙推开了 那抱着自己的王一飞 起身跑向了 剩下的两颗内单而去 口中还喊着 得 那是我的妖兽内单 将两颗内单握在手中 又是踩着高跟梁鞋 一路小跑的 回到了林天生边上 老公 干嘛给他们两颗 林天生无语道 那两个是昆仑山圣地中的修士 小妹一个人在昆仑山修炼 没个照应可不行 苏然听闻 这才明了 随之 也便不再多说什么 林天生瞧见他 拿着两颗内单 如获至宝 又是笑道 这两颗 不过是垃圾 接着又指向了 跟前的玲珑说道 你手里拿着的 哪怕是一万颗 都抵不上这家伙的一颗有价值 第113章 倒霉的银龙大帝 听闻林天生这话 苏然那明亮的双眸 顿时一亮 紧接着钉向了那玲珑 玲珑心头不由一锦 但也没流露出任何的求饶之色 只见他跪在地上双拳握紧 咬紧牙关 对林天生说道 我可是龙族后裔 身上流淌着银龙一族之高贵血脉 惊日而若敢杀我 难道就不怕因果加身吗 若是此时放我离去 还不算太晚 劝盖等 休要执迷不悟 想他银龙一族 在北海深处 可是沉睡着一尊远古大帝 但凡是步入准圣境界的修士 谁人不知 他银龙一族之强大 林天生并未言语 神色依旧冷漠 只是缓缓起身 双手插着都不紧不慢地 走向了玲珑而去 见得几人没有吭声 那玲珑心中暗道 那小子有眼无珠 此时听到他是银龙一族的修士 恐怕已经下得不知所措了吧 念及此 便是要抬眼看向林天生一眼 却惊恐地发现一个大巴掌 已然迎面来 啪 随着一声清脆 那玲珑傻不愣登地 被林天生狠狠地扇了一耳光 头都歪到了脖子的另一边 这戒耳光 林天生并没有动用修为 只是在他的脸上 留下了一个通红的巴掌印 不然这家伙早就神形俱灭 嗯 挨了一巴掌的玲珑 瞬间觉得火辣辣的疼 不可思议的双瞳止不住地颤抖 当场就猛逼在了原地 得知他只跟脚语背后 竟然还敢出手打他 而且还是当面一耳光 这小子到底是什么情况 难道他真不惧怕银龙一族 玲珑如何都想不通 哪怕是一名准弟 听闻的他银龙一族 那都得被吓成毕恭毕敬的 林天生又问 你刚才言无敌 玲珑不由恼怒 有本事放我与你一战 林天生冷笑一声 给你这个机会 说完便解开了他身上的束缚 那玲珑心中一喜 身影连忙化成一条 身长百米的蛟龙 飞向了高空 哈哈 愚蠢至极 小子 今日之事 我玲珑记下了 他日我银龙一族复苏 定当要途径你全族亲友 将你之神魂镇压 定要让你永无轮回之日 玲珑自以为就此逃脱 便是嚣张地撂下了狠话 苏然几人脸色一惊 老公 他要跑了 苏然急道 林天生脸色顿时一沉 他生平最恨老六了 便是开口道 跑不了 说完便何必起了双目 飞向高空的玲珑正暗自窃喜 可没成想 他还没能飞到云端 又再次被那股不明力量 禁锢在了当场 咦 这是 正当他无比骇然之际 脑海之中又突然乍响起了一道恐怖声音 天道法则 血脉为因 听到这句话 那玲珑在忽然间便是明白了什么 顿时无尽惶恐地说 天道 此时北海方向突然乌云密布 电闪雷鸣 顷刻间 一股令整个天地生灵都为之颤抖的恐怖气息 瞬间将整个北海之地完全笼罩 玲珑望向北海的方向 眼中无尽惶恐 悲愤地怒吼一声 不 与此同时 北海的某处海域 十几米高的大浪翻腾 海面迅速形成了一个半径百米的恐怖漩涡 片刻 一道掺杂无尽愤怒的背豪 从漩涡底下发出 天道复苏 到底是谁人坑害于本地 竟引来这恐怖天节 我尼玛 若是本地不死 定要试试将这人给活活剥皮抽筋 话音落下 雷声更甚 便是见得 有无数条大小不一的银龙 纷纷惊恐地 从那漩涡之中疯狂窜出 快逃啊 到底是哪个王八蛋引来的天节 竟是这般恐怖 是要灭我银龙全族吗 老祖 快快出手啊 正当银龙们窜到漩涡边上时 阴沉的天空轰隆一声雷鸣 令得整个天地都为之震动 瞬间 整个北海之地下起了倾盆大雨 恐怖的雷声吓得人心惶惶 无数修士望向远处大海的目光 皆是无尽骇然 随之 第一道百米粗的天节 狠狠披静那漩涡之中 电光一闪 惊雷轰然乍响 哈 在这一击之下 无数条银龙殉命当场 只在寝客间便化为了乌游 可恶的天道 无不服 一条千米巨龙猛地从漩涡底下飞出 携带着全部手段 怒不可遏地冲向了头顶那片雷云而去 可他当刚冲到半途 三道更为恐怖的天雷 齐齐劈下 哄 啊 乌乌哀哉 恐怖光芒之中 那银龙大地发出极为不甘的怒吼 紧接着便是化为了乌游 立马是落了个神形俱灭的下场 天节不息 噼里啪啦地打进海面漩涡之中 足足有半个多钟方才停歇 待乌云散去 一切再次归于平静 夜 静悄悄 刚才的那一幕 宛如一场噩梦般 不断在玲珑的脑海之中回放着 呃 我知足人 玲珑话还没能说完 身躯便是慢慢化解 随之成为了星光粉末 他的内丹 也便直直地落进了林天生的手里 刚才的一切 远在江南的苏然 并不得而知 只是看见林天生 双手插着兜 静静地站在原地合闭双眼 更像是在感受着什么 直到一颗缭绕着银色电光的内丹 从天上落进林天生的手里 几人这才回过了神 狼妖夫妇 当场又是被吓了一大跳 不由给林天生跪了下来 上仙攻参造化 不用多说 这落下的内丹 肯定是那玲珑的 真是不知道 林天生在刚才动用了什么手段 居然能在这么远 就取下了那玲珑的内丹 那可是一名妖族准圣啊 而且还是银龙一族 怎能不令他们骇人 若是让他们知道 在刚才整个沉睡中的银龙一族 已然尽数被灭 其中还有一名大帝 恐怕都能把他们给当场吓死 苏然神色兴奋地 跑到林天生的身边 好奇问道 老公 那条妖龙死了吗 林天生神色平静地点了点头 嗯 死了 这是他的内丹 你喜欢收藏这些东西 就拿去吧 说完便将内丹递给了苏然 苏然开心地接过了内丹 笑道 嘿嘿 谢谢老公 这可是准圣级别的妖兽内丹 苏然心想 这玩意儿 至少能值5000的小目标吧 第114章 这回我脚疼 你又该如何应对 苏总 这 这是什么啊 边上的王一飞 本是一介凡人 哪里能见过 妖兽内丹长啥样 他凑到苏然跟前 像个没见过世面的土袍子 两只眼睛直溜溜地盯着苏然手里的内丹 已然忘却了他丈夫在刚才不久 被人打成为了血污的事情 见苏然一副如获至宝的开心模样 想来价值必定不菲 而且 此次遭遇还是他第一次看见修仙者打架的场景 当真是让他小刀划屁股给开了眼 曾经他王一飞只听闻过 这世上有修仙者的存在 却从未有亲眼目睹过 如今看来 这苏然的丈夫竟然是一名强大的修仙者 这跟传言的不一样啊 他不是苏然在路边捡来的小乞丐而已吗 不知情的王一飞 心中对林天生更加的好奇了 之前他只觉得林天生表面帅 不过是一个没什么本事的小白脸罢了 像苏然这种白富美会成为的他之妻子 不过是看在他英俊身材好 可现在 这林天生竟是一名拥有超然力量的修仙者 也怪不得 人称江南第一高冷女神的苏然 都自己贴上去那么紧了 苏然看见王一飞凑近 赶紧把内单给收了起来 便是说道 没什么 不过是些普普通通的小玻璃球罢了 说完 也不顾王一飞那目瞪口袋的神情 蹦蹦跳跳地走到林天生跟前 一把挽住了他的胳膊 小女人心里开始作祟 苏然还有意无意地撩了一下耳边的秀法 将林天生刚送给他的精致耳坠 给亮了出来 小嘴上还扬起了一抹得意 刚瞅见苏然那红得妖艳的耳坠 王一飞当场又是惊呆了 她看着看着 竟在一时间中不知不觉地就失了神 简直太美了 不知为何 王一飞心里总觉得 那对耳坠不简单 必定是不凡之物 肯定是蕴含着什么特殊的能量 她 势必要得到 林天生察觉到了王一飞那不对劲的目光 连忙伸出一只手 撩向了苏然的耳边 将她的秀发盖住了耳坠 然后又对着她的脑门 轻轻地敲上一脑瓜崩 提醒说道 别刻意拿去试人 苏然摸了摸自己的脑门 脸上布满了委屈 撅着樱桃小嘴 有些不情愿地呕了一声 心想 刚才这王一飞还向她炫耀呢 自己这回还击回去 又怎么了 苏然性格打小就要强 别人怎么对她 一旦给她有机会 那肯定是要还回去的 林天生摸了摸她鼻子 再次严肃道 纵使是我 有时都防不住暗中的老六 你懂这个道理吗 苏然诧异地抬起头来 疑惑问道 老公 你说的老六是什么 林天生神色再次无语 以后你就知道了 说着又对一旁的狼妖夫妇说道 这次我没带手机出门 先记账下回 一起给 应该没问题吧 狼妖夫妇受宠若惊 哎呀呀 上先今日再次救我夫妻二人性命 别的不说 这次请您允许小的 请您跟主母大人一回吧 时乃我等之荣幸与造化呀 林天生笑了笑道 举手之劳 一马归一马 你们小本生意不容易 就先这样吧 说着便带着苏然 缓缓离去了 狼妖夫妇受宠若惊道 如此这般 那小的只好再次谢过上 先跟主母大人了 您慢走 望着林天生跟苏然离去的背影 王一飞猛地回过了神来 随之快步追了过去 哎 林先生 苏总 等等我啊 见王一飞追了上来 林天生跟苏然 便是疑惑地停下了脚步 并一同转过身 看了他一眼 来到跟前 王一飞突然一把抱住了 林天生的另一只手臂 当即嚎啕大哭了起来 呜 我老公死了呀 天哪 怎么会这样 林天生用着看傻子一样的眼神看着他 正准备把他推开时 苏然先出手了 他语气非常不满地说道 王小姐 你放开我老公 心想你老公死了 关我老公什么事 又不是他打的 你来查我老公做什么 苏然不留情面的一把 将王一飞给推倒在地 并又将林天生往后 拉开了一些距离 看着那一屁股坐在地面上的王一飞 明亮的双眸中 浮现出了从未有过的警惕 王一飞坐在地上抱着膝盖哽咽道 苏总 你什么可以这样子推人家呀 人家伤心难过 你们就不能稍微的安慰一下吗 我是因为在林先生的身上 看到了我哥哥的影子 所以在刚才 呜呜呜 如果林先生不介意的话 往后能让我叫你一声 DGI吗 林天生 苏然当即怒道 不行 王一飞没有理会苏然 而是抬起头来 用着他那楚楚可怜的小眼神 看着林天生 苏然惊了 他喵的 这王一飞竟然是一杯绿茶 王一飞又对苏然说道 苏总 你也不想你的丈夫 就这么失去一位明星妹妹吧 此话一出 苏然是真怒了 他现在真想冲上去 啪啪地给这王一飞 狠狠地来上两耳光 以前怎么没看出来呢 可他苏然这回 又不好在林天生跟前 流露出一副泼辣形象 只得用着恶狠狠的小眼神 瞪着那王一飞 气得他胸前一上一下的 林天生对苏然说道 稳住 有什么好气的 说完便拉着苏然的小手走去 直接不搭理那王一飞 诶 王一飞急得立马站了起来 还想要跟上去 今天他非得要跟这林天生 搞一下关系 哪怕苏然再都不好使 苏然两只眼睛滴溜一转 下一秒便突然倒了下去 对林天生娇声道 呀老公 人家脚疼 追来的王一飞神色一正 用着不可思议的小眼神 看着苏然 心想 咦 刚才推自己的力气那么大 这会怎么脚就疼了 苏然心里得意一笑 随之又对林天生温柔道 你帮人家回去吗 林天生哪里不知道苏然的意思 很是配合地直接弯下腰 伸出手臂抬起他那两条又长又直的丝袜眉腿 一把便将他给公主抱了起来 接着也不管那王一飞的反应 朝着苏家的方向走了回去 苏然心里美得不行 两只小手紧紧地贴在林天生的胸膛上 还不忘对身后那愣在原地的王一飞做出了一个鬼脸 很是调皮地对他吐了吐小舌头 略略 这可把王一飞给气得脸色通红 不停在原地直跺脚 低声暗骂 好你个苏然 平时看你一副高冷清高 真没想到你也是个心机表 好好 你给我等着吧 我就不信这天底下 有哪只猫它不吃星 第115章 李寒一给李未来电 回想起来 那沈北青跟他王一飞实际上并非是真正的夫妻关系 而且 那沈北青在沈家可是有老婆孩子的 像沈北青这种沉稳的男人 都被他王一飞给拿捏得神魂颠倒 他就不信你这年纪轻轻的林天生 能顶得住诱惑 只要能得到林天生 那自己以后可不就能在江南呼风唤雨了吗 想到这里 王一飞心中越发坚定 比姿色跟佳境 他王一飞是比不过你苏然半分 但要比起女人手段 他王一飞自认为 无人能与他一敌 随即冷哼一声 路还长着呢 我们走着瞧 说完便气鼓鼓地离开了此地 与此同时 林天生抱着苏然走回了苏家 先生 主母大人 卧龙凤楚几人见 两人回来 立马打起了无比严肃的敬礼 已经到家了 前脚刚走回庭院 林天生便对怀里的苏然提醒道 苏然很不情愿地扭了一扭柔软的胶躯 两只小手搂得更紧了 压根就不想下来 这也不能怪他 贴在林天生怀里 真的是太舒服了 林天生顿了一顿 随之也没再说什么 抱着他走回了别墅里 刚走回大厅 便是看见陆小仙 穿着翠绿青蛙睡衣 小嘴里含着颗棒棒糖 小手抱着个游戏机 躺在沙发打得正入迷 而绝小仙双腿盘起来 打坐在沙发上 怀里抱着个抱枕 边上还放着一包纸巾 正看着电视机里播放着泡菜国的爱情剧 哭得稀里哗啦的 呜呜 实在是太感人了 快原谅他 你这个笨蛋 女主真的太可怜 太不容易了 呜呜 见此一幕 林天生顿时汗颜 不过他接下来也没在意 而是抱着苏然回了二楼 刚回到房间 苏然硬是要拉着林天生 跟他一起洗澡 林天生也没有拒绝 于是便跟他一起走进了浴室 可搓澡搓得好好的 转眼就变成了鸳鸯欲了 愣是缠了两个多时辰 苏然这才小脸通红 心满意足地 趴进林天生的怀里 安静片刻 苏然突然问道 老公 你喜欢女孩还是男孩 林天生轻轻抚摸着他那滑嫩的后背 神色若有所思 很是敷衍地应了一声 都喜欢 苏然闻言 精致的小脸上 立马浮现出了幸福的微笑 回床后 苏然一如既往地抓着林天生一只手 要他搂着自己才能睡着 夜晚 李渭正在为刚才发生的事情 给搞得焦头烂额的 在龙组织的一处办公室中 李渭神色骇然地 对着雷燕等人说道 好在林小友在场 如若不然以一名准圣 以及四名元英七的妖族修士 那三位大人 恐怕要与命当场 雷燕抱着个双手说 现如今 林先生可谓称得上 是我龙国最强的战力之一了 其中另一人说道 最近我们探查到了 高卢国修士的动向 一共有五人 已经进入了江南地区 但我们的人跟丢了 目前还不能得知 他们的意图是什么 李渭听闻 随之神色凝重地点了点头 最近发生的事情 真是一件比一件离谱 让他这江南总负责人 第一次感受到了 无比巨大的压力 以前顶多是出现 金丹七的修士作作乱 现在可好 先是天海事 无缘无故地引来天结 然后又是轩辕苏醒 到现在就连妖族的妖圣都出现了 他真担心再这样下去 会不会出现远古大帝啊 边上的另一人又是说 根据轩辕诺大人的信息 据说明天林先生跟苏小姐 要离开江南几天 真希望林先生离开的这段时间里 江南不要再出现 什么强大的修士势力才好啊 李渭几人听到这话 脸色变得愈发凝重 正当他心里郁闷之时 放在跟前桌上的手机突然震动了 随之好奇地拿起来一看 便是发现 这会给他来电的 竟然是他的三女儿李寒一 李渭没有多想 便是按下了接听 喂 寒一啊 这么晚了 你给爸打电话 是有什么事吗 手机那头的李寒一说道 爸 明天一早 我去一趟江南 可能会待上一段时间 到时候 你帮我安排个住的地方 李渭神色一愣 随之语气非常不悦地说道 你来江南做什么 江南在最近非常不太平 你不要来瞎胡闹 别我在家好好待着 别让你妈操心 若换做事以前 李渭听到自己的女儿要来江南 那指定是一百个乐意 可如今 江南动不动就出一个原因期的修饰 以李寒一那点拘魂镜的修为 到时候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李寒一道 我此行自然是有事 怎么就瞎胡闹了 李渭问 你能有什么事 你压根就不清楚 如今的江南 到底有多么危险 就在今晚 S级的追命大人都与命了 你以为我是在跟你开玩笑吗 李寒一听的这般 神色不由震惊了起来 追命 号称龙祖之县世最强战力之一 是昆仑山圣地少见的修炼奇才 一身原音尽忠气的修为 与另外两人 曾处理过渡劫初期 强者作乱事件 如何说死就死了呢 李寒一问道 爸 到底发生了什么 李渭也不瞒他 便是说道 在傍晚 一名妖圣复苏 要不是苏然跟他的丈夫在场 事情会演变成什么地步 还不得而知呢 林先生 爸 你说的是苏家的上门女婿林天生吗 李寒一语气 显得有些着急道 李渭说 整个江南除了林小友 那还能有谁 听爸的话别来了 现在的江南 不是修饰能呆的地方 李寒一顿了一顿 随之又说 爸 我不瞒你说 我这次就是冲着拜访林先生去的 听到这话 李渭神色一惊 犹豫了片刻后 似乎猜出了自己女儿的心思 难不成 这丫头想要拜林天生为师 如此甚好啊 但回想起刚才的信息 又是对李寒一说 可是林小友跟苏小姐 明天要回老家祭祖 你还是等过段时间再来吧 李寒一听的这般 当场就急了 回老家祭祖 是回林先生的老家吗 爸 他老家在哪呀 李渭下意识地回到 地命之都的一个乡下地方 第116章 前往老家祭拜养父母 地命之都 李寒一愣了一下 地命是 位于南方边缘之地 坐落在万千大山之中 传言 在那不可追溯的远古时期 曾是蓝星抵御异界势力的 一处地关 真没想到 林天生居然出生在那种山大喇里啊 接下来 李渭又是说道 行了 等林小友回来的第一时间 我会给你发消息 但在这阵子里 你就给我好好地待在京都 别乱跑 听见没有 说完便挂断了电话 挂断电话后 李渭不由发出了一声叹息 他这个女儿 是最不让他省心的 更为离谱的 他还不是李渭所亲生 而是李渭的第二位妻子 在当年父中 怀胎六个月嫁给他 说起来 这件事没人知道 就连李寒一自己 都不得而知 他的母亲原本是李渭一名同僚之妻 在当年 李渭跟李寒一的亲生父亲 一起出任务 可那次 他们遇上了极为强大的修士 李寒一亲父 替李渭挡下了一劫 在临死之际 将自己不为人知的凡俗妻子 托付给了李渭 正好当时的李渭丧偶多年 加上同僚与自己情同手足 便含着眼泪答应了下来 当时李寒一的母亲 已经怀着他三个月了 李渭自知朋友妻不可妻的道理 便在事后给予金钱帮助 只是在有空时 偶尔过去探望 可就这么一来二去 两人竟然擦身出了爱情的火花 李寒一之母 更是不顾怀有三个多月的身孕 与李渭发生了关系 没办法 为了不让李寒一出生后 受李家人的不待见与冷眼 李渭只能告知京都李家 自己在外面 已经有了一名爱人 并且肚子里还有了一个孩子 即便是如此 李渭依然是把李寒一 给当成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看待 只是她那性格 当真是让李渭感到头疼不已 真怕她再往后 会因此白白送命 远在京都的李寒一 得知这事后 便陷入了思考当中 地命之都吗 想了一想 李寒一便下定了决心 小小的准备一番 便偷偷出了门 时间来到第二天一早 虽然早早地起来准备 她收拾了一些东西 跟随身衣物 还有现金也带了好几万 据说地命室那边比较偏僻 有很多东西都没得卖 此行她想着 起码得去个四五天 还是多准备一些好 想到这里 苏然又从保险柜里 拿出了十万 塞进了皮箱里 林天生起来洗漱 换了身衣物 当她看见苏然忙里忙外的 将东西 塞了满满两个皮箱 不禁开口问道 就是回去给我养父母上的箱 你至于带这么多东西回去吗 苏然说道 当然啊 那么远 开车走高速 都差不多得要十个小时呢 林天生无语道 我可以带着你飞过去的 你带这么多东西 反而不好走 听到这话 苏然立马来到林天生跟前 低声道 这次啊 全当是我俩独处时间 自从领了证 我们都没能单独相处过整整一天呢 说着两只小手 又抓住了林天生的胳膊 撒娇地摇了一摇 你就当我放在架 让你好好陪陪我还不行吗 林天生听得如此 觉得也是 便是点头说道 那也行 接下来 薛元诺跟陆小仙上来 帮苏然提着行李出了门 薛元诺跟陆小仙 绝小仙等人 站在苏家大门前 给两人送别 发车之前 林天生探出头 对薛元诺说道 如若江南李渭有事相求 那你便去助他 薛元诺微微低头弯腰 无比恭敬地道 是 先生 林天生接着又对陆小仙 跟绝小仙说 好好待着 不可出去惹是生非 如若不然 你们就恢复健身 一直沉睡吧 陆小仙跟绝小仙 嘟着个小嘴 不以为然道 说得我姐妹俩 很乐意去管 这下借蝼蚁的事情一样 林天生美好气地 白了他们一眼 随之道了一声 走了 话音落下 便是一脚油门下去 两人就这么开着 苏然的劳斯莱斯 飞驰而去了 神上荡真是愚蠢 怎么不带着 主母大人飞去 现在过去 半会儿就能回来了 我看他 当凡人荡上瘾了 陆小仙望着 车子离开的方向 喃喃地说道 反而是一旁的绝小仙 满脸羡慕之色地接话道 小妹你懂个什么 这就是神上 跟主母大人的爱情 陆小仙听闻这话 却是非常不认同 我呸 还爱情 你觉得神上那种存在 真的会有爱情吗 顶多是为了去因果吧 爱你个麻花情 还爱情 三姐我看 你是看凡人的那些爱情剧 看多了吧 对 他话音刚是落下 绝小仙立马毫不留情地 给了他一脑瓜崩 哎呦 陆小仙两只小手 捂着拢起来的包 疼得他皮牙裂嘴的 绝小仙脸色不悦道 爱情是真实存在的 你再敢出言否认 你看我把不把你给凝成麻花 如此一幕 惹得一旁的轩辕诺几人 别过头去眼嘴偷笑 但全然不敢发出半钉声音 唯独凤厨实在是强忍不住 扑刺一声笑了出来 心中顿时又是一惊 暗道 惨了 果然 陆小仙来到他身后 抬起小手 对着凤厨的脑门 就是一阵 DUANG DUANG 陆小仙边打边骂 我让你笑本仙 我让你笑 凤厨被打了满头包 泪流满面的哀求道 上仙大人别再打了 小的知错了 林天生跟苏然两人 从早上出发 这次有林天生开着车 苏然坐在副驾时 毫不安分 他开心地拿出了手机 对着正在开车的林天生 比了个耶美美地自拍了起来 完了之后 还不忘说道 嘿嘿 让我来发个朋友圈 文案就是 最大的幸福 莫过于两人朝夕相处 正当此时 秦岚通过隔绝幻阵 进入了一个 无比远古的法阵之中 此地四处散发着 一股无比阴森的气息 而在法阵的中央 悬浮着一口青铜棺 秦岚顿了一顿后 便是开口道 汉拔的尸身 就在里面吗 此时的他 已经能隐约察觉出来 那口青铜棺里的存在 绝对不简单 又在这时 周围传来一道恐怖声音 哪里来的无知蝼蚁 竟是这般不惜命 胆敢闯入无主之目的